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這門課的第一堂課 已經放上了開放式課程網站 比我想像的要晚 那個竟然是一個大陸學生告訴我的 所以各位如果缺了第一堂課 可以好好看一下 這種錄影課程的好處跟壞處 好處當然就是你上課萬一沒認真聽 你可以好好的回去慢慢的聽 你還可以放慢動作 不知道能不能弄跳針就不知道 但是壞處就是有時候我講的東西 不是很重要坦白說 那可能也就變成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我希望大家還是要分清楚 什麼話是比較重要 什麼話可能就是我隨口說說的 這個各位要特別注意 不然的話生活中 或上課中就沒有了趣味 所有的東西都是用很嚴肅的模式來看 是很沒趣味的 還有當然這門課不是講笑話的課 所以這門課某個地方不會有 那麼常常會有笑話 那我在開始之前我要講壹下 我上禮拜到印邀到某一個學校 去講他們的壹個通識課 那我到這個學校講課 已經大概不知道多少年了 上禮拜讓我非常地高興 因為每壹年都是他們大一的學生 是一個大禮堂 大概兩百多人左右 那每一年的課呢 有時候就看下面人的反應 有時候我講的不怎麼樣 有時候反應非常好 像上禮拜反應就非常好 完全達到我預期的效果 就是我每回答一個問題 都是一個笑話 就是我希望達到奧斯卡的那種水準 然後他們一開始就演了一齣戲 他們要介紹講師 但是介紹講師部分那問題比較小 然後就演了一個戲 演了一個戲就是大學 他們從高中到大學 有一對情人號稱不分手 結果後來各自叫男女朋友 這麼一個戲 然後這個戲呢 男的在校園裡面 怎麼認識另外一個女生呢 他就是那女生拿著書 然後撞倒在地上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老梗 你知道嗎 新梗應該他拿一個iPad 然後你把他撞倒 然後那女生就說 你陪我 你陪我這樣 我就應該有一個這麼梗這樣 我沒有錢 那我只能 我只能陪在你身邊 我就這樣比較酷嘛 對不對 我陪你啊 我陪你啊 懂嗎 那個陪 所以我還是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那個 那個負責老師是當初 第一次找我去演講的老師 找完演講以後 他就推薦我講這個通識課 那天他也很嘴巴很甜跟我說 孫老師你知道嗎 你的課是到目前為止 唯一沒有被換下來的課 很多老師講一次就被換下來了 要什麼學生反應 我的課是到目前為止 一直維持著這樣 我聽了好高興 你不知道嗎 那天基本上是走在雲端的這樣 雲端嘛 你知道嗎 10機的那種 過50機的那種 好啦 這是這禮拜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然後今天呢 我來得比較晚 來得比較晚的原因 除了吃飯比較晚之外 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種天氣要進教室來上課 真的是 各位知道嗎 這陽光很誘人 你知道嗎 就像有時候你跟 談天愛的時候 跟自己親愛的人要分手 那是一件 怎麼分得了手呢 你就為什麼要分手 那麼好的天氣 那麼好的陽光 我昨天出門也是很好的陽光 我竟然看到人家打傘 我覺得陽光有什麼維他命 什麼這那這那這那 很好的陽光就還打傘這樣 唉 我覺得你應該住到南半球去 或者住在什麼洞裡面這樣 以前這種課呢 我就會 同學也會說 老師我們到外面上課吧 在這種課的最大危險 就是你到外面去上以後 外面的風很涼 我有一次就被學生騙了 就在外面上課 然後外面上課呢 因為收音效果不好 以前還沒蓋的時候 我就在那棵樹下上課 我很喜歡那兩棵樹 我覺得那兩棵樹 一定是有精靈的 你知道嗎 你看過魔界你知道 不要對樹尊敬一點 不然他們哪一天起來行動 你就會嚇死 我就在那兩棵樹下上課 但是呢學生喜歡隨便做 隨便做結果呢 我們上課就得這樣轉 那這聲音不像教室 你聲音有回聲什麼 有時候你講半天 學生根本沒在聽課 後來其實你在校外 也不必上課 誰在聽呢 搞不好樹有在聽 最後那樹變得很有學問 所以今天很抱歉 因為有錄影啊 所以不能在外面上課 我以前蠻隨性 我以前非常隨性 我只有不在咖啡廳上課 我覺得在咖啡廳上課 賽事太小知情調 咖啡廳怎麼上課呢 對不對 咖啡廳就在喝咖啡 然後涼也無神這樣啊 那就是咖啡廳的功能 好啦 那我們回到這個笑話 台風天的宜蘭知庫 括號用台語說 考驗老師 宜蘭知庫是這樣嗎 知庫 那個銀行的知庫 好啦老師講錯了 你也就原諒吧 反正可能有熱心的 那個觀眾會寫信來這樣 某個台風間 某間銀行的主管 打電話到宜蘭知庫 去關心災情 一名航員接起電話 航員就說 宜蘭知庫 你好 宜蘭知庫 你好 主管說 你們那邊有什麼災情嗎 航員說 主管我們這邊風很大 招牌不知道有沒有掉下來 我去看看 等我一會兒 然後過了一會兒 航員說 那個庫已經落下來了 不知道揮到哪裡去 主管說 是喔 還有嗎 還有那個蘭也搖來搖去這樣 所以快要掉下來 那個支也快掉下來 雞也快掉下來的 主管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宜蘭知庫 蘭是那個 希望大家不要針對這個笑話 寫任何信來 這個要解釋起來很麻煩 宜蘭知庫可以這樣 第二個笑話 這是家庭主婦講的笑話 五十歲的家庭主婦 大概是他媽媽吧 講他母親比較好 講他媽媽聽起來像罵人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男生一直想要瘦下來 就是上了減肥班上課 付了十萬塊 你看真好賺 規則是門一打開就開始追 門一打開 居然是一位身穿比基尼的辣妹 這個男生就一直跑一直追 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月 他瘦了五公斤 打開門是一個比基尼辣妹 然後怎麼樣辣妹跑 然後你跟著追他 要不然怎麼樣 是那個各位看過那種 曬狗的嗎 有一隻兔那個假兔子一直跑 那狗就一直追那假兔子 這什麼邏輯我聽不太懂 好反正就打開是個辣妹 之後他仍想要更瘦 又去報名付了二十萬 心想這次球鞋各種裝備 都穿好了一定追得到那個辣妹 結果這次規則是門一打開就開始跑 門一打開是一隻熊 為什麼 不是為什麼前面的辣妹 他就男生要一直跑一直追 那辣妹也在前面跑嘛 理論上對不對 他追不到 不然辣妹站在那他追什麼跑 哪里是一隻熊 如果是貓熊 如果是圓仔 那你大概就不用跑 你就抱著他 那你就快樂到不行 事實上最快樂的人就是照顧圓仔的人 或者幫圓仔照相的人 所以我太太還說 我太太每天Follow圓仔在幹什麼 昨天說 怎麼會有人覺得圓仔的智商有問題 他就非常氣憤 覺得說怎麼有那麼智商那麼低的人 覺得熊貓智商有問題 這樣 我就不好意思說 我也有同感 不太好意思說 熊貓 講 熊貓的常才不在智商嘛 對不對 台大教授 台大學生的常才在智商 熊貓常才就在可愛兩字了得 你還要求他智商 我覺得這個人智商有問題 你要求東西錯了 就像你要求台大學生可愛 就要求錯了嘛對不對 懂嗎 那不同人要求不同的東西 你要求幽默社學老師很幽默 這就錯了 他是社會學別忘了 第三個笑話 丈夫說老婆我到外地工作一年 這麼長時間沒有跟女人親熱 對身體不好 所以請你允許我找女人 夫妻說好啊 如果你找別的女人 我也要跟別的男人在一起 這樣才公平 丈夫說好 我們這樣說定 以後每漢一個人睡覺 就要在罐子裡放一粒米 一年後丈夫回國 丈夫說這是我的成績 一共五十粒米 你的也讓我看看 只有十粒米 這麼一點點 太可憐了吧 你一定很難過 丈夫還覺得 其實說不會啊 當你不在的時候 我已經做了十次的會飯 就是那米已經滿出來了 就把它做成飯 然後最後剩下魚數就是那十粒米 她做成十次會飯 你知道這有多少飯 丈夫就點點點點點這樣 好 同學的分析 說這位女性覺得好笑的笑話 都是偏向黃色笑話 並且常常跟性別刻板印象有關 這位女士搞不好 在我猜真的是您的母親 或者阿姨 如其提供的第三次笑話 丈夫外地工作 妻子對丈夫不忠 雖然和一般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同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反差 他特別吸引中年的家庭主婦 這也許是中年家庭主婦的 這種集體潛意識 試講 如果聽到這位笑話的中年男子 他是否也仍然覺得好笑 可能會啊 他可能就是炒飯 會飯中間的人 那個受益者 並且這些笑話來源 都是年齡相仿的女性鄰居 或在菜市場結交的女性好友 他們相互分享 口耳相傳 可是笑話和一個人 所處的社群網絡 非常相關 你就分析不錯 因為他們的資訊來源 常常是這些人 所以能夠聽到笑話 就會非常的類似 好 第二個 找到的人是 21歲的 法律系的男生 大學生 第一個 甲跟乙借衛生紙 乙沒帶衛生紙 所以跟丙借 丙就借了乙 之後就看見乙把衛生紙給了甲 丙就對乙說 誒 你不要借花獻佛好不好 乙說 誰是花獻佛 你不要借花獻佛好不好 誰是花獻佛 這什麼意思啊 你不要借花獻佛 誰是花獻佛 他以為人家花獻佛是個人名對不對 他以為那個甲就是花獻佛是不是這樣 是吧 好 第二需要實際操作 說笑話者當甲 聽笑道當乙 老師只有一個人 老師只能變聲 甲就說 跟你說個笑話哦 把手伸出來 乙就說 甲說鬧鐘的聲音是什麼 乙就嗶嗶嗶嗶嗶 甲就按乙的頭 你們都沒用過鬧鐘嗎 還是真的不太好笑 現在手機不是按嗶嗶嗶嗶嗶的 現在還有人用鬧鐘嗎 古人了吧 我現在都玩用手機 對不對 手機你還按那個 到時候觸電 第三笑跟畫是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笑死掉了 畫在他墳前大聲鼓 我好想笑嗶嗶 這老梗了嘛 好 分析 這位大學生提供的笑話 發現很多跟學生生活有關 像借衛生紙 你們大學生那麼窮啊 我覺得通常女生都會有面紙 男生通常都不會有 這從古到今沒變過 以前我要是過敏了 我要醒鼻涕沒有衛生紙 拿出衛生紙來一定都是女同學 男生非常少 有的話大概是同志 這是辨識同志的另外一個方法 男同志 好 65歲女性是她第三個方 有一天老公問老奶奶去坐雲霄飛車 突然雲霄飛車往下衝 大家都在尖叫 只有老奶奶用台語大聲喊說 衝衝再衝啊 這樣 大家都很好奇 老奶奶怎麼這麼厲害 都稱讚老奶奶 老奶奶卻說 哪有 我還不是嚇到叫我老公的名字 有人說那你老公叫什麼名字 我老公就叫國昌 國昌 衝衝國昌 國昌 好 國昌就是國昌 好的 第二個笑話 有一天小明搭公車坐在一個老婆婆旁邊 這個老婆婆都講老婆婆笑話 老婆婆在臨響以後站起來 這時候小明讓出一個走道讓老婆婆走出來 但不久老婆婆又坐下這樣重複了好幾遍 這我聽過 以前看到的是講外國人 小明忍不住 阿嬤你為什麼都一直站起來 阿嬤指著下一站停車的燈號說 他說要停車站一下 這是方向不一樣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標誌了 這是非常老的 大概十年前公車在那個要轉彎的時候會在司機後面有一個類似LED強亮的東西 然後會說車子右轉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那個有的車子右轉是在車子後面 那會寫停車站一下 那時候就有這個這個說法這樣 就是下一站停車 然後倒過來剛好停車站一下 那時候就有這個笑話 現在沒有了嘛 現在都是下一站是什麼站 有的是司機自己報 有的是錄好音的 像那個捷運也是一樣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都是機械聲音 所以不會有Mind the Gap這樣 然後你就看到老婆婆站在那邊 要聽那個Mind the Gap 可是那個那個 這梗有點爛這樣 然後他後來就把那個Mind the Gap錄音錄好 給他一個隨身碟 那個檔案是多大需要給一個隨身碟 我覺得那個廣告雖然是隨身碟的廣告不錯 但是不需要那麼大檔案啊 Mind the Gap 而且Mind the Gap是英國說法 我在紐約還沒聽過Mind the Gap 紐約的地鐵都告訴我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其實捷運為什麼要Mind the Gap 那Gap那麼小 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腳認真的插進去都不太容易 真的啊 你還Mind the Gap幹什麼 不太可能啊 那機率幾乎等於零啊 那個我以前第一次做這種比較先進的地鐵在香港1993年 也是說小心月台空隙這樣 我覺得怎麼會有人真的這樣踩下去 不太可能除小Baby之外 不太可能啊 我覺得他們捷運機應該做個試驗 你如果真的要踩下去你的腳要用什麼樣的角度 才可能真的到那個縫裡面去 那可能性趨近於零啊 我覺得那句話是多餘的 只有那個坐電梯 他告訴你不要穿某種鞋 免得被夾進去 那有可能 還有你的鞋帶萬一鬆了 有可能被夾進去 我覺得Mind the Gap是到現在為止 我那麼注意這種事情 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是因為沒有Mind the Gap 然後被那Gap吃進去的 我覺得你這Mind the Gap 可以跟大家做什麼廣告 做Gap的廣告 Mind the Gap 然後那Gap就來了你知道嗎 然後其他人的店啊就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Gap的廣告 Gap是美國的一個誠意的那個 台灣現在好像還沒有嘛 如果有的話我提供這個建議 各位要是將來去廣告公司做事 你就說了這個Gap 這個Idea就給你Mind the Gap Gap來了 給我小心 那哄到不行啊 你知道嗎 好 第三個笑話 有一天半夜 有一天半夜 好 四個太太正在胡太太家打麻將 其中一個王太太忍不住放屁 胡太太叫了一聲 小白 王太太心想還好李太太以為是小白 王太太終於忍不住了又放了一個屁 胡太太又叫了一聲小白 王太太又想還好李太太也以為是小白 但是王太太終於忍不住放了一聲最響的屁 胡太太終於說小白 你在躲在下面 會被王太太的屁給臭死了 我可不管你 這還蠻好笑的 好 這幾個笑話跟這位65歲女性的生活環境非常相近 所以 並且來源都是民視的綜藝節目 知道笑話跟自身經歷跟生活經驗其實非常相近 這點可以從以上三位親友提供的笑話看出 好 那他自己的笑話 大學有一門哲學課 其中考試的時候 教授考卷出了一題 何謂勇氣 大家還在思考答案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就第一個交卷 這我聽過 空白的考卷上寫了一行小字 說這就是勇氣 氣急白白的教授在期末考出了一個答案 題目叫做這就是題目 不一會兒那同學又交了答案券 上面寫著這就是答案 教授很生氣把那位同學找來 說給你兩個題目 答對第一題第二題 就不用回答 這學期也不當你了 教授第一題你有多少根頭髮 學生說一億兩百零五根 教授說你怎麼知道 我真高興我不教哲學 學生說這題不用答 因為這是第二個問題 這件事情傳開以後 國文老師自告分享出來出題 他出的國文題目是這樣的 天啊這要怎麼唸呢 三角形括號然後中間點點點 然後知位三角形括號又到中間點點點 然後中間點點點又到知位 這知位弄得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死四者點點點點點 考試結束大家都花了半小時以上 發現他還是第一個就寫完 他的答案就是 愛之為菜心 愛之為脆瓜 愛之為麵筋 愛之為土豆 此四者稀飯之必備也 我覺得你可以到那個公司做事 我有個學生在那個公司做事 我可以把這個告訴他 也許他們公司發明了誰知道 第二一個神經病院的醫生問患者 如果把你的一隻耳朵割掉你會怎麼樣 那患者回答 我會聽不到啊 醫生想很正常 醫生又問那如果把你另外一隻耳朵割掉 那你會怎樣 患者回答那我會看不到 醫生還緊張怎麼會看不到 因為眼鏡會掉下來 可是以前有那種你看到老店有那種夾子的眼鏡嗎 單眼的不知道怎麼夾子這樣 好 醫生有問題 我看醫生跟病人應該對換一下 第三個 小明是一位很愛聽鬼故事的人 有一天到書店去買鬼故事書 小明說老闆哪一本鬼故事書最可怕 老闆想一想說我覺得這本還不錯 不過你要買的話千萬不要翻到最後一頁那頁最可怕 我已經猜到結果 老闆說我要買 老闆說一千元 小明給老闆一千元就跑回家 馬上翻到最後一頁 沒想到上面寫的建議售價十五元 好 同學寫的不錯 那這位同學的 他訪問對象一是 公科四年級的一位同學 他說 某一次上國文課小明和小華聊天 小華說 你喜歡國文課嗎 小華說有時候喜歡 有時候不喜歡 小華好奇問那什麼時候喜歡呢 他說國文課老師生病的時候 有時候 第二 有一位醫生對一個病人生命垂危人說 你只剩下三天可活 有什麼想見的人 病人賣一點點頭 醫生說是誰 這個病人肺力圖出幾個字 其他的醫生 這個在 馮馮隆的那個時代就出現過這個 第三 某個冬天晚上小明邊 邊跑邊叫 爸好冷 家裡好冷啊 爸爸說去牆腳站的 為什麼 因為牆腳90度 這個前幾天很冷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傳給我 就講這個笑話 訪問對象二 是國氣系三年級同學 一對夫婦每天都在吵架 有一次妻子在受不了了 氣氛對丈夫說 我就是找了一個魔鬼嫁 也比嫁給你好 丈夫立即回答 那我可不行 民法有規定 近親不准結婚 他先分析第一個笑話 這個同學是工學院的 討厭國文客 講笑話的時候也提到這件事 此外他的笑話都很冷 雖然不會直接大笑 但後勁頗強 可能跟他冷靜不愛報效的個性有關 不是因為他住在後勁 高雄有地方叫後勁 好那個吵架架魔鬼這個 第二個笑話 爸爸說兒子啊 我要你聽的話去娶一個媳婦 兒子說我才不要 爸爸說 但是他可是比爾蓋茲的女兒 兒子說那當然好啊 於是爸爸去找比爾蓋茲 這我也聽過 現實生活比爾蓋茲有沒有女兒 爸爸說比爾蓋茲 我要你的女兒嫁給我兒子 比爾蓋茲說不可能 爸爸說我兒子可是世界銀行的CEO啊 比爾蓋茲說那一定是OK的 於是爸爸去找銀行的總裁 世界銀行總裁 世界銀行總裁 爸爸是說請讓我的兒子當你們CEO 他說那不可能 可是他老婆是比爾蓋茲的女兒呀 總裁說那可以 第六個笑話 四支區拆一家商店 區乘4 區乘以4 這位同學很喜歡上網 分享的笑話幾乎都是網上看來的 很好笑但有點老梗 另外同學社會四年級的 古董店老闆很煩惱 因為找不到適合人來推銷他古董 有一天有人來應徵 老闆就想了很好的測驗題目 老闆順便找了一根牙籤 說你能不能告訴我 這是什麼東西 那人不想思索說 雷根總統用過的牙籤 他說就是你 你被錄取了 古董店 第八個笑話只有兩行 A說三下呢 那B就說那製酒呢 三下製酒 一個日本女 日本明星的名字 第九 妹妹對姐姐說 我有一個天不知 但是地知我知的秘密 姐姐說說來聽聽 妹妹說我踩到一坨狗屎 分析這位同學的笑話要 都要稍微思考一下 才會理解到笑點 顯示他不太喜歡直接思考的方式 可能跟社會系背景有關 你最後這句話讓我噴板這樣 社會系背景會出現很多不一樣的人 光老師就不一樣 每次人家問我 老師什麼樣的人適合念社會學 我說你看看我們的你的老師們吧 你的老師們有一個樣嗎 沒有一個樣 所以你放心什麼人都適合念社會學 這跟什麼有一種人適合念社會學 哪一種人啊 留鬍子的人 近視眼的人 本省人外省人 男人女人 這都沒有意義的 自己收集的笑話 有一天小明放學回家 看到在竹科上面的爸爸 手中把玩的一個機器人 馬上問他那個機器人是做什麼的 爸爸說這個機器人可以撤謊 要是你說謊再傷了一巴掌 這聽過了 快說 為什麼今天那麼晚回家 小明想怎麼可能 於是撒謊說我留校晚自習 沒想到驚人事情發生 機器人馬上甩了小明一巴掌 爸爸說你別想騙我了 快從事招來 小明至少低頭說我跟朋友去看電影 爸爸進步說看怎樣的電影 小明說很青春純愛的人的電影 結果小明又被甩了一巴掌 只好老實說其實是限制級的電影 爸爸說真是不是羞恥 我在這年紀的時候不可能去看這種片 也不會去欺騙父母 就機器人就把爸爸打了一巴掌 這時候正在煮飯媽媽探出來說 果然是你兒子 真不愧是父子啊 結果媽媽也被打了一巴掌 爸爸跟媽媽出去旅行 回來以後高興問家裡三個孩子 你們在家乖嘛 乖 做什麼事 老爸說我洗碗 老二說我擦乾碗 第三個孩子說我清理所有的破碗 所以買不鏽鋼的或塑膠的是有好處的 第二 一架飛機失事 現場只剩下一隻猴子跟一個乘客幸存 記者就問乘客 飛機失事前三分鐘 機上的狀況是怎麼樣 乘客說空中小姐在倒咖啡 機場在駕駛飛機 我在看豹子 猴子在睡覺 那失事前兩分鐘呢 空中小姐在切蛋糕 機場在喝咖啡 我正準備聽音樂 和猴子在吃香蕉 好 那失事前一分鐘呢 乘客說空中小姐在吃蛋糕 機場去上廁所 我正準備午覺 他說那猴子呢 猴子在開飛機 這是飛機失事的原因 好 我很年輕的時候聽過一個類似的笑話 這個類似實在是因為跟飛機有關 跟飛行有關 那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說在非洲 這個笑話跟非洲有關 說在非洲呢 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國家 要訓練他們的部隊 結果呢 就請了歐美的精良的那個教官 來教他們駕駛直升機 交完了 那這就是是非 結果每次上去 直升機上去呢 都摔下來摔死了 沒有一個人幸存 結果大家就很納悶啊 說都教過啦 為什麼都還會出現這種失事狀況 結果有一天呢 又訓了一批人上去 又摔下來 結果非常幸運的 有一個人活著 大家就很好奇問他說 直升機為什麼會失事呢 不都教你們了 他說對啊 他說我們直升機開到上面 大家覺得很冷 就把電扇給關了 你們要從這裡得到什麼結論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笑到快翻了你知道嗎 就超級好笑 那在我當兵之前 我在當兵的時候 就非常恐懼這種笑話 我就怕哪一天 他們覺得太熱了 就把太冷了 就把電扇給關了這樣 好接下來一個單元 是有關這個笑話跟職業的 剛剛講那個部分呢 笑話跟族群 其實我說過 應該有比較完整的是講 笑話跟年齡 那這部分的資料 我看到的非常的少 就小孩的笑話 青少年的笑話 成年人的笑話 跟老人家的笑話 會不太一樣的 會不太一樣 隨著年齡增長 歲月的增長 會不太一樣 但是這方面的資料 竟然出乎意料的少 好那青少年的笑話 我們大概講到上次 黃色笑話的那個部分 那個哥哥的那個 那個哥哥跟他那群朋友 可以多多少少 算是青少年的笑話 那他妹妹講這個笑話 可以多多少少 算是兒童接近青少年 時期笑話 那我們大部分時間 講的笑話 這個課堂上引到的笑話 大概都是成年人的笑話 居多 那老人家的笑話呢 這個相對人就比較少這樣 相對人就比較少 好那這個是笑話 跟那個社會之間的關係 有這應該有這四個 我們講到年齡 講到性別 講到族群 講到階級 我們只講了族群跟性別 階級的笑話 也講得非常的少這樣 那接下來是笑話 跟社會制度的關係 在人生的社會制度裡面 人類社會制度裡面 大概最常見的社會制度 第一個就是家庭 第二個是學校 第三個是職場 好 所以大概這三個是主要的 那很不幸的 有關家庭的笑話 我能找到資料也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所以我很難在這方面講什麼 所以就跳過去 有關學校的笑話 我收集的也非常的少 這樣 或者學術研究上 我所謂收集的是 收集學術研究 當然很多笑話 發生在校園裡了 也非常的少 所以就不像這個 職場或職業 這邊笑話那麼多 所以其實是跳過兩個重要的主題 來講這第三個主題 是這樣子的 所以笑話跟職業 那這個笑話跟職業 第一個有關的 其實我們在講笑話歷史的時候 講到那個 史記裡面記載的那些古紀列傳 那些人 那些所謂的憂 憂這個中國古字 就是一些宮廷小丑 憂到現在 尤其是回到 中文幾乎都不太用 只有日本人在用 生憂 女憂 女憂通常前面加AV兩個字 不知道為什麼 那生憂 那中國人現在 中華文化裡面 台灣都還是什麼配音演員 幾乎沒有用憂這個字 用憂這個字 大概只有什麼 憂良駕駛 憂良老師 用在這個上面 很少跟職業有關 那這個 愚人的父 在西洋的歷史上 愚人就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愚人呢 跟常人有別 主要他的為人 跟行為有所偏離 被認為是好笑的 或者不恰當 外國的歌劇叫做弄成 他也是一個愚人 那個撲克牌上 有兩個joker 那個蝙蝠家裡面 也有那個joker 那個就慢慢變成邪惡的部分 大部分愚人不是邪惡的 就是在宮廷裡面搞笑 某種程度 也跟中國傳統的優一樣 是有奉鑑的功能 希望領導人做錯的事情 能夠藉著他們能講 別人不能講 別人要講要殺頭的 那愚人怎麼樣 跟正常人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不一樣呢 可以轉換到他社會角色上面 第一個他過度誇大或不足 所以愚人呢 很多人是諸如 諸如就是 從外面看他像個大人 可是從身材看呢 他又不是大人 馬戲團裡面 以前收了很多這種諸如 不然的話 你假如在生活裡面 家人有人是諸如 這個對於家人來講 有時候是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長不大 尤其身材就那麼小 那演藝界呢 先慢慢的可以提供 這樣的一些生活的機會 至少在歐美 台灣你能想出 哪個演藝人員是諸如嗎 沒有嘛 美國就常常演那個什麼 白雪公主跟七矮人 就至少要七個諸如啊 對不對 那都不是故意弄小的啊 哈比人他們就不是用諸如演 聽說用了一個什麼電影技術 把那個比例給弄得不太一樣 當然也有諸如在演啊 那你看他們演到Guru的時候 演到誰 那個那個就開始用電腦合成啊 我認為哈利波特裡面 最重要的最厲害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叫什麼 Dobie Dobie最厲害 我覺得到最後一集 要不是Dobie 大家那群人全部完蛋了 所以我認為 後來有Dobie傳是不是 錢傳還什麼的 好像沒那麼紅 這有點可惜 所以過度誇大或不足 第二個是證實餘人的弱點 或是不負責任啊 他們這個愚人有這個這個問題 第三個 愚人冒犯了禮節 但是不是冒犯民德 禮節是當下的 而不是一個大家所接受的一個事情 所以愚人有這個便利之處 他可以在那邊翻跟斗 可以講笑話 可以幹嘛這樣啊 那愚人的類型 這就是一個分類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裡面 分類通常是第一步 有可笑的愚人 什麼呢 透過衝動或者遊戲行為 做出違反禮節的事情 比如惡作劇啦 不雅的姿態啦 扮鬼臉啦 模仿啦 細鬧啦等等 戲劇裡面經常出現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叫喜劇流氓 或者叫無賴 偏向社會禁止的方面 比如無恥的知識啦 放肆啦 淫晦啦 荒謬的低級的惡行啦 第三種呢 是叫魯莽的愚人 在團體所贊同行為上 表現出無節制的極端 或缺乏判斷力 在很多戲劇裡面 魯莽 就是那種勇夫的形狀 那種形象 比如說張飛啦 魯智森啦 這種都是要很魯莽的人 有人認為我是很魯莽的人 因為我留著鬍子 那鬍子留著那個 不太好看的鬍子 亂七八糟的鬍子 這叫魯莽 我都希望我的鬍子 不能像宮崎駿一樣那麼漂亮 大概可能性很低了 反正他現在也不畫畫 哪天要演宮崎駿外傳 那我就可以來演 那宮崎駿外遇 那就不是我演 最近有個外遇網站 那大家就很緊張 外遇網站攻佔台灣了 你覺得稀奇嗎 這是什麼好稀奇的呢 我們台灣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外遇網站來 這是什麼好稀奇的呢 好接下來呢 是笨拙的愚人 有時候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行為跟那個 有所不足偏離團體規範 有時候就很白目啊 你就不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啊 那需要專業跟禮貌之處 缺乏優雅或賢熟 譬如在工作場所滑倒啊摔倒啊 展現出不雅的知識 那小朋友最喜歡看的笑話 就是你滑倒你摔倒然後放屁 這種越自然的那種 小孩子越喜歡 小孩子不會欣賞太複雜的 什麼同音異字笑話 那你的語言能力 跟你的文學欣賞程度得高到一個地步 才能欣賞 小朋友不可能欣賞這個 所以要逗小朋友開心很不容易啊 也不太難 你都是用動作就好 不必講太多話 我曾經搞過一次 把那小朋友逗著 也把我自己累得要死這樣 年紀越大 越不適合跟小朋友在一起 第五是畸形的魚人 畸形是他身體上面 外表上偏離社會的美麗啊 優雅健康的這種標準 所以醜陋的啦 矮短的啦 博足 這個博足的博應該是打錯了 是博子的博 就是台語叫掰咖啦 就叫不方便的人 巨大啊 像動物或不像人的啊 像這些呢 都會被列入傳統的馬戲團 那好像台灣現在已經沒有馬戲團了 事實上有馬戲團 像太陽馬戲團那已經到了很高深的地步 那種動作啊都非常困難 已經有點那種體操式的那種 那也不是一般這樣的人可以的 那你以前美國那種巡迴的馬戲團 還是需要一些這種人 這種長得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的人 然後讓人家覺得這個 有這種獵奇的那種心理 我就看一個好奇怪的人 他為什麼會這樣 女人長鬍子啦 或者大力士啦 或者頭很小的人啦 所以這有個好處啦 就是對於社會上那些 跟我們不太一樣的人 有個謀生的管道跟機會 不然的話 在這種醫療化的結果呢 什麼樣的人叫正常 什麼樣不正常 很早就被判定 那你大概很早就會被隔離 在社會生活圈之外啊 然後你生了一個病 然後以前就沒什麼的 現在可能給你一個名字 譬如說過動兒 我小時候就沒有這個名稱啊 那反正以前地方很大 你盡量跑吧 你盡量鬧吧 你盡量叫吧 你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現在因為大家 活動的地方都很小 所以你跑啊 鬧啊就會影響到很多人 所以現在就有過動兒這個名稱 還有什麼 什麼注意力 什麼失調症還是什麼 說這小孩子上課不專心啊 上課為什麼要專心呢 那種不好的課 上課不專心是正常的 到大學生 一堆人這種注意力不集中的症 那老師也是一樣 這有什麼好說的呢 這不是問題啊我覺得 除非你生理上有什麼 單純的愚人展現智力跟機制方面的不足 被認為天真無邪 搞不清楚狀況根本上的時代 這種人呢常常在家庭裡面有 覺得智力比較差的 智商比較低的 他對人沒有那麼多防衛心 其實是很好的人 我們就把我們就在社會上這些討 這種比較陰謀的人 就把這些拿來幹什麼這樣 第七呢是懦弱的愚人 缺乏攻擊性強力或勇氣 受到過度保護過度卑躬屈膝的人 那他舉的例子叫娘娘腔啦 這當然有時代的問題 他都是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吧 是不是1949年年代 對不起啊 這還不是1970年代 所以他對娘娘腔這一點 這個相對於所謂的很man的人 那就是娘娘腔 那娘娘腔的人現在因為性別平等 尤其孫老師當過這個 學校這個單位的負責人 所以更不能對於這種歧視的名詞 有所這個背書 所以這個娘娘腔 就是Sisi 不過我們台灣的有一個名人 英文的名字 自己就叫Sisi這樣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命名法這樣 接下來第八個叫做喜劇笑柄 經常由畸形懦弱跟單純的愚人 扮演這方面角色 成為團體嘲笑或欺凌的對象 可是卻是個被打不倒的現象 顯得人的對象 那這種呢 在某些戲劇裡面 一定要出現這樣的人 增加戲劇的一個好感 那喜劇中的遊民通常是這樣 那他裝槍做事的愚人 過度驕傲 跋扈缺少真材實力 這種角色就更多了 自以為聰明的不得了 其實根本就沒那麼厲害這樣 還有就是裝英雄的人 無能的人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或擺出英雄的姿態 最近美國有個電影 現在應該不是一部的 叫Kick Ass 叫什麼啦 這電影中文名字 大文翻譯叫蠢蛋搞怪秀 蠢蛋搞怪秀 台灣翻譯是什麼 現在出第二集了 反正那個也就是那種 他認為自己可以幹嘛 其實不能幹嘛 被人家打了一塌糊塗 後來還是幹嘛這樣 因為電影嘛 你知道嗎 日常生活裡面 你去扮演超人 你自己試試看 你每天晚上不睡覺 然後在街頭 尋求街頭正義 你自己試試看 我保證你累到第二天起不來這樣 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種能爬來爬去 然後能飛來飛去 那是有電影特效的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那幾天 前幾天 我們差不多年紀的人跑去什麼 司馬庫斯去玩 玩完以後呢 就回來發表一個心得 說每一個人還是應該 根據自己的年齡 去尋找比較恰當的地方去玩 那是司馬庫斯這種人 已經不太適合我們這種年齡了 你知道嗎 需要爬 需要什麼關節啊 什麼的 那種很辛苦的事情 我們這種人就適合 跑到樂壇去 然後在什麼 這個韓碧樓 然後住個地方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看著那個湖 看著水怪會不會出現 我覺得那湖安靜到 沒有水怪出現 實在是太沒意思了 你知道嗎 老師上禮拜就在那邊 度過一個晚上 很多人很愚蠢的問我 那你有睡覺嗎 到樂壇去睡覺的嗎 Hotel才睡覺的吧 到樂壇哪是睡覺的地方啊 你就看著那個湖光三色 那個不同的時刻的變化這樣 非常非常的美 雖然等日出等得很晚 因為那地方 也不是看日出的地方 但真的是 什麼都沒發生 然後就在那邊注意看 會不會我就是看到 第一個日月潭水怪的人 然後我要不要 隨便發一個什麼 Facebook說 日月潭有水怪 然後可能就變成當天的頭條 最後大家來訪問 你有看到嗎 我說沒有啊 我是說日月潭有水怪 然後畫個問號啊 什麼之類的 或者我假設電腦技術 合成厲害一點 我就把那水 日月潭唯一的怪就是我啊這樣 最後只能這樣 一定會被人家K到死 好 那產生魚人的故事有幾種情境啦 第一個他是故意做出偏離規範的裝扮 像留鬍子還戴眼鏡 為什麼拿留鬍子當證據呢 1949年的研究真的是 當然應該是留怪鬍子啦 現在反正 1949年不像現在 1949年的時候很多事情還很嚴肅 現在什麼樣的情況都有啊 有一陣子 最陣子吧 很多年輕人留下面這束鬍子嘛 就山羊鬍子這樣 那有的還留得出來 有人只留下面 在臉上這邊沒有 留住下巴這邊 這個能留出來還是留吧 反正到後來全部都得掉光啊 所以是故意的 戴單眼眼鏡 單眼眼鏡在某個時期 那好像是很酷的事情 像我上次去大陸 我就想去買那種民國初年那種帽子這樣 然後再戴上那種圓圓的眼鏡這樣 我覺得謝謝你 我覺得哭到不行啊 反正我不用穿出門 我只要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自己穿的那樣 我自己覺得 啊 徐志摩上身這樣 自己就可以嗨到不行這樣 結果並沒有買到那種帽子 我太太去土耳其幫我買一頂圓圓的阿拉伯帽 類似那樣的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帽子要怎麼戴 因為別人都戴得很好 他那個帽子是one size 我既然戴了 我不能鞠躬 一鞠躬帽子就會掉 沒辦法壓緊 那個套在我頭上 我頭上很大的人 那個帽子我到現在為止不知道怎麼戴 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帽子 所以有時候我非常無聊的時候 就在家裡戴上我的那個帽子 然後穿著我在北京買的布鞋 然後坐在電腦前面 我就 哈 就一個怪之了得這樣 非常非常奇特這樣 反正也沒人看啊 我這樣講給你聽 你也不知道我長什麼樣啊 對不對 除非你去偷偷拍我啊 當然我自己也看不到我自己的那怪樣這樣 第二呢 愚人出現的情境呢 是需要閒熟跟莊重場合 去做出可笑或不莊重的行為 與選舉候選人的胡鬧 或者不恰當的笑話 這個 所以呢我就覺得總統出巡啊 也應該背幾個愚人 官派的愚人這樣 人家就以為他來丟鞋子 其實他不是 他是丟牛舌餅什麼之類的 看起來像鞋子的 我覺得應該發明那種鞋子餅 你知道嗎 現在反正鞋子很夯嘛 就應該發明鞋子餅 我覺得某些鞋廠應該 那種買五千送五雙 什麼之類的 知道嗎 我們那種什麼NG鞋 可以拿來用處很多 對不對 能做車輪餅就不能做鞋餅嗎 對不對 你可以做那種高檔的鞋餅啊 對不對 某個籃球明星曾經穿過的啊 像林書豪啊什麼 Linsanity餅這樣 吃完以後呢 那餅還可以有一點那種臭腳丫味道 我覺得那會造成 滿現場的好效果這樣 第三呢展示弱點或挫折的荒謬失敗 你看左邊的電影 左邊電影很多是默片 所以你就會知道 我覺得看默片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語言的功能 基本上好像是不太有用的 在笑話裡面 你看左邊的電影 基本上必須要知道內容就可以笑 像我上次介紹 各位看那個德國的屌絲女 屌絲女士 那個很多段落是沒有 沒有任何對白的 一樣很好笑 那第四呢是被 被比自己差的對手擊敗 譬如公開辯論中被抓包這樣 那電影通常都在演這種 敗不復活的啦 本來一個不被看好的球隊啦 不被看好的什麼啦 然後因為參加了那個以後呢 然後竟然就突出了表現這樣 那這個是電影裡面 經常逆轉勝的這種劇情 經常有的 台灣的哨棒就是這樣子起身的這樣 最近聽說魏德勝 當然要拍一部電影嘛 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日據時代 跑去甲子園打棒球 聽說得第二名這樣 誰會想到 那我們以前 我是那種棒球第一代的人這樣 不是我參加國 我當選手 不是 棒球第一代的人 那時候哇靠 四人都得打棒球啊 開玩笑 那個紅葉少幫隊 聽都沒聽過啊 然後打了世界冠軍這樣子 回國變成民族英雄 你知道嗎 那不可思議的 後來民歌也是啊 四人都要彈吉他啊 我經過好幾個階段 四人都該怎麼樣 結果發現 有些人還真的是不太適合的 我吉他練了一個禮拜 然後就發現 唉呦這手很痛 那就放棄了 覺得要當這個 這個高級吉他手顯然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有些人就撐過那個禮拜 我就是沒撐過那個禮拜的人 那天去參觀古琴這樣 我們這種老人家去參觀古琴 就說這個沒有音樂基礎可以學古琴嗎 當然古琴老師很客氣啊 可以啊 古琴呢就是要表現你的心情啊 什麼什麼 結果有一個人就拿出那個 就說古琴老師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嗎 要看他手有沒有長繭這樣 基本上是壓那個古琴 或彈那個古琴 會不會讓手造成傷害這樣 那古琴老師說沒有啊 可是我們怎麼看都有這樣 他大概已經不知道 他手中有繭子這樣 音樂是不容易的事情 有一次我跟一個朋友講 朋友說哎呀你就花錢買CD 比你花錢去學那個要快得多 所以不要花太多時間去學這種樂器 尤其年紀大這樣 我一個學長不服書啊 在美國念碩士的時候 要滿足他兒時的幻想 他就學小提琴 那手已經硬到不行了 那個我就說那學長 拉一手來聽聽看吧 學長說不敢獻醜 所以也沒聽到他學一年小提琴的結果這樣 聽說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可能吹唆唸不錯 對肺活量 而且萬一朋友要過世的話 我們也可以嘎上一腳 對不起這梗是鋪在這裡的 不是因為唆唸比較好吹 第六呢是被迫要吹牛 或者扮演這一不熟悉的角色的情境 那這電影裡面常常有啊 一個人誤闖一個什麼地方 然後被認為是來發表言論的 然後他就真的去講了有這種啊 像阿甘正傳有沒有有一段啊 他就換麥克風就熄了嘛對不對 然後等他講完的時候 麥克風又恢復的時候 他以那個他在下面走嘛 是他女朋友在上面講 還是他在上面講 阿甘正傳是代表美國 阿甘就是一個標準的fool這樣 他真的一個很好心的人 阿甘正傳演完以後 大家都開始覺得會吃巧克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C's candy就賣的特別好 尤其那種綜合口味的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吃到的是哪種口味的巧克力 第七 因為缺乏時間感或會見 而讓自己扮演不恰當的角色 那第八 被當成各種愚人成為笑柄 然後最妙的是 你看這界定聽起來像神經病講話 一個人之所以是愚人 因為他被社會界定為愚人 這句話聽起來不是很廢話嗎 這句話要強調的是說 愚人基本上是一個社會界定的過程 不是一個你具有的特質 你可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可能是一個博士 但你的翻譯太爛的時候 還是有人會指出來 然後說你是個愚人 譬如說這樣 或者你可能是某某的部長 對不對 但是你在開別的這個部會玩笑的時候 哪裏滅火的時候 就要等另外一邊齊火啦 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火就燒到他自己屁股上 你看這不容易啊 在台灣真的是當官員很辛苦的 好 所以你要當官員一定要很笨啊 所以有些官員你從來都不知道他是誰啊 如果他那部會不發生事情 你就從來不知道他是誰 我現在臺灣台上的很多官員 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現在好像燒火也都很少是部長出來講話 除了那個火部長自己出來講話以外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外國的龍都化不化 懂嗎 中國的龍是不會燒火的 中國龍只會土豬 不知道什麼意思 外國龍會出火 你看史瑞克你就知道 對不對 史瑞克的龍竟然後來跟驢子結婚 這件事情 不知道跟多元家庭有沒有任何關係 實在是一個超乎想像力的一個那個 還生出了一堆 那叫什麼東西的驢龍嗎 飛龍 我不太知道 因為看史瑞克的重點都在看史瑞克這樣 跟那隻驢子 好 我覺得那個對女性主義者來講可能是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把那女的想像龍一樣凶狠 知道嗎 好吧 社會界定愚人角色四個過程 第一個是從笑話或流行的幽默 第二個是謾罵 第三個文藝諷刺 第四個是宣傳 所以這是漁人 那他在這裡 223頁他也說漁人角色故著 我們會 西方人特別是 對漁人角色特別特別的欣賞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重複表現出明顯的漁人的特質 覺得自己比較聰明吧 第二呢 是令人印象深刻難以磨滅的單次漁人表現 有時候在朋友裡面呢 這一生在哪裡做了一件糗事 有些人就記著你一輩子 你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圖像的時代 你只要上了youtube你就不朽了這樣 所以你做一件糗事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馬上可以搜索得到 你們這個時代很可怕 人肉搜索是非常厲害 第三不斷地被重複講述 已是變成無法磨滅的傳奇 那以前有時候是為了要 要創造領導人的神話 所以有些故事在電視上不斷地被傳送 那台灣現在是民主時代了 就有關總統的故事就講得非常非常的少 好那這個接下來呢 就是無法展現魚人與外的角色 來取代魚人的角色 這樣 那擺脫魚人角色的主要途徑 這也給你做人生的經驗 幫他被當成魚人嘲笑的時候 不要一笑自知或不當回事 我們通常建議你一笑自知 他說不要 第二反對 反將對方一軍 讓對方成為魚人 反敗為勝 不過這你一定要有那個 不然的話就很難看這樣 那接下來是接受魚人的角色 並藉機反敗為勝 有人說你是什麼 好吧你就是什麼 到時候你給證明你不是人家想這樣 第四呢展現攻擊性或戰鬥力 證明自己不是魚人 我個人都不是這樣做的 別人說我是什麼 就是什麼隨便你 你高興就好 我到底是什麼 我不需要你來界定我 第五是展現黑馬出其不易 第六是展現人性 激起別人同情 擺脫魚人角色 好那他說魚人的社會地位 通常這四個特徵 一個是第一下在社會上 第二個是被嘲笑的 第三被容忍 第四個被特許的 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一個社會裡面 所以這是1949年對於魚人的這個研究 後來沒什麼人在研究 因為研究得不錯 那他認為魚人的教育功能就是 被當成擺面教材這樣 那另外一個跟 下課了嗎 我們就不下課好了 我們就提早 等一下提早結束 那就這個在幽默研究裡面 有一陣子忽然間出現了 一大堆的美國律師笑話 然後於是有社會學家 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是歐美先進社會的話 如果當看成一體 歐洲沒有這樣 律師在美國跟在歐洲都一樣的多 在全世界都一樣多 律師笑話只有在美國很紅 那就研究 那這個人在224月這裡 他就研究了這個主題 他說很多主題後來就是變形 就把同樣的故事套一個人在裡面 有些故事基本上就是在講 傳統的笑話 然後把它套在這個律師身上 然後這個笑話的主題都是講律師是聰明的 這個聰明都不是好意思的 有點像台語的奸巧這樣 不是好意思的聰明 第二個呢 這邊有risk tricky 第三 第二個貪婪 律師都很貪心想賺你的錢 第四個不可信賴 所以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學到一個名詞 叫ambulance chaser 追逐救護車的人 就是律師 美國的律師很多 法律系也不好 法律研究所也不好念 那律師很多 就要追逐那個救護車 為什麼呢 他可以幫你打官司 所以美國很容易打官司 因為呢你隨便在那裡摔了一下 我告你 I sue you 如果你在台大摔倒了 你就告台大告死他 像美國是因為有這個規矩 你自己家的門口 冬天的時候 你不僅要割草之外 你冬天的門口 你們家的人行道 是公開的人行道 你如果下雪的話 你要殘雪 你如果不殘雪的話 有人在你的人行道摔倒 他可以告你 你要賠很多錢 不是像台灣 一個什麼黑心食品 然後賠個五千塊 五萬塊 九十萬 那對他來講 那九牛之一毛 美國人不是比較特別守法 美國人不是 是因為他罰得很重 所以你算一算 罰不來 所以還是守法比較好 不是什麼天年的最好這樣 罰得重一點 他就會守法 美國人來這招 我覺得還蠻有用 你如果食品場 你最後還國家賠償 最後倒霉的是誰啊 同學 倒霉的是你爸媽耶 還有我耶 好 因為我有繳稅啊 你們現在大部分人不繳稅啊 貪婪不可信賴 這是美國律師 然後為什麼 他研究 為什麼這個消化在其他國家 沒出現呢 那律師在資本主義是非常重要的 資本主義就靠著幾種人在支持 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會計師 所以律師跟會計師搞鬼的話 就垮了 恩隆案 各位知道聖吉義時的恩隆案 就是一兩個人在那邊搞 就垮了 這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就垮了 然後的話金融風暴就出現了 就那一兩個人耶 照道理說 現在那個數字都很容易管理 為什麼他會出這個錯 有人貪婪啊 有人非常貪婪啊 還有為什麼 笑話出現美國 沒有出現在歐洲 那什麼樣的律師笑話呢 你聽一下 有很多是美國笑話的典型 一個 他說 Did you hear about the new microwave lawyers 你有沒有聽過 維波爐律師 什麼叫維波爐律師 You spend eight minutes in his office and get billed as if you've been three eight hours You've been there eight hours 他你只啪了八分鐘 可是你得收到帳單的時候 那個帳單看起來像是八小時 Microwave不是時間很短 就可以把事情煮熟嗎 哎呀 剛開始有微波爐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根本就認為 那是人類的革命 我到現在為止 大概只用過一次還兩次微波爐 我家沒有微波爐 另外一個 很多人很訝異啊 沒有微波爐能活嗎 我就活到現在啊 你們都有微波爐嗎 對不對 你知道微波爐其實對人不太好的 好 沒有 我有小烤箱 微波爐能做的事情 沒有微波爐一樣能做 有時候時間久一點而已 你不知道你吃進去是什麼 好 他說How many lawyers does it take to change light bulb 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典型 換一個燈泡需要多少人 那這個我第一次聽到是講波爐人 說換一個燈泡要需要四個波爐人 為什麼 一個人抓住燈泡 四個人在下面轉 這是波爐人 那這個有各種變形 各種各樣的變形 好 How many can you afford 所以你要多少人換個燈泡 問題在於你能出了多少錢 請 請這律師 律師都很貴 好 他說You were a cheat 你騙人 shall the client at his lawyer 這個客戶對於律師大叫 你騙人 You're a scoundrel 你是個流氓 You've kept me hanging for a month and got rich on my case alone 你就是讓我的案子持之不絕 你就光靠我 你就發財發死 That's gratitude said the offended lawyer and right after I named my new yard after you 你是這樣感謝我的 我才剛買了一個遊艇呢 就用你來命名 你這樣感謝我 所以律師賺很多錢 現在案子訴訟拖那麼久 這也不是只有美國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連一個死刑案啊 都能拖個十年二十年 家屬都受不了了 到底冤案不是冤案也搞不清楚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尤其我們這種不是參與事情 完全搞不清楚這樣 好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是聖誕老人 各位越來越聽到 他的腳步接近 尤其街上開始 我今天去成品買書 要不要袋子 我看別人都沒拿袋子 我說好吧 拿個袋子吧 就是聖誕老人的 耶誕節的袋子 你知道嗎 耶誕卡片 家人送耶誕卡片 我為什麼一張都沒收到 看電視的人 不要寄卡片給我 好吧 我只是隨便說說 不要真的相信我要收到卡片 我以前不知道怎麼收卡片 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會寄卡片來 我就買了 我就吃完禮餅的 喜餅的盒子 我就把所有的卡片 全部丟在裡面 所以將來各位可以回來認 卡片怎麼用呢 我想哪一天我死了 告別事或靈堂上面 或者什麼紀念會上面 就蠻強的貼著我的卡片 然後那卡片可以拼成什麼 孫老師我愛你什麼之類的 如果不夠的話再多買幾張 不是現在有那種很多張照片 可以拼出一個字嗎 那種有沒有 需要電腦排一下嗎 就可以排出什麼 孫老師 不過姓孫老師很多 你可以一次用很多張 可以用好幾次 Santa Claus the Tooth Fairy 除非是美國人認為牙有牙仙 不是牙線 牙仙 然後還有Honest Lawyer 三個人 And Old Drunk 四個 罪鬼 a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ogether 他們四個人一起在街上走 你大概可以看到那種 像電影流行的畫面 慢動作這樣 連怪獸大學都有這種慢動作這樣 原來好像是登陸月球那個片子 然後一群英雄這樣慢動作走 就變成很經典的畫面這樣 When they simultaneously 同時間 spot a hundred dollar bill 發電梯上有一百塊錢的大鈔 Who gets it 誰會拿到呢 the old drunk of course the other three are mythological creatures 因為三個人更不存在 所以這個喝醉酒的人會有那個 不過在這裡我要講一個故事 我很小以前聽的 我媽媽講的 現在她可能都忘了 是她講的 我以前完全聽不懂 後來經常拿出來講 說這個土地公跟土地婆 在一個鎮上 這個鎮呢 土地公 土地婆有一天跟土地公說 人家鎮上人對你那麼好 你為什麼不讓大家發財 土地公就說 可是有人就沒那個命 然後土地婆說 我不相信 土地公不相信 你試試看好了 土地婆呢 就觀察這個村子裡面 誰最需要那個錢 她發現有一個乞丐 那個乞丐非常需要那個錢 她就跟土地公說 我觀察了 我要讓那個乞丐發財 土地公說 那你試試看嘛 土地婆說 我觀察了她每天經過的路線 她每天一定會經過一個橋 我準備在她 一個人經過那橋的時候 在橋上放一袋金子 讓她獨得那袋金子 土地公說 好啊 結果那天 乞丐就到了那個橋 乞丐到那個橋 乞丐到那個橋 就扶自心靈的想說 嘿 我每天經過這個橋 我從來沒有 我閉著眼睛走過去過 於是她就閉著眼睛走過去 就沒看到那袋金子 這故事就結束了 我以前覺得這是一個荒謬的故事 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看交流學生越來越多 我發現很多人 都在閉著眼睛過橋 你都沒有發現 人家在橋上 替你準備好的那袋金子 好 這是要講這故事的教訓 好 the lawyers are driving his big BMW down the highway 美國的律師開了一樣 BMW 台灣看成飽馬 是不是 sing to himself 自己唱 I love my BMW I love my BMW focusing on his car not his driving he smashed into a tree 沒想到撞到樹 太高興了 her 應該是she he he miraculously survived 不是說他是個變態噁心 不是 這是拉丁文 表示原來你引用的文章 就是錯的 字就是打錯的 你不能把它改過來 你不能改過來 一定要sic sic he miraculously survived but his car was totaled 他的車子就毀了 my BMW my BMW he stopped 又哭說 我的BMW 聽說最近BMW可以改成三個字 就說我是BMW族 我為什麼 B是U Bike 有人說我是Bus 我的B 我到學校來 M呢 聽說Metro 捷運 W是Walk 走路 聽說這台北市政府最近在推銷BMW 這樣 好 那Good Samaritan Good Samaritan呢 Drove B And cry out Sir You're bleeding Drove by 這個B應該是有個Y在後面 他撞了一個車以後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同一個故事接下來 So Drove by And cried out Sir Sir You're bleeding 你流血了 My God Your left arm is gone 你的左臂不見了 就這律師 horrified screaming Oh My Rolex My Rolex 他的勞力士 他沒想到他的手臂 他想到他的手臂上的勞力士 這是講他那個 好 那接下來講這個 Partners at a big law firm Gather for a picture at their annual dinner 他們每年會吃一次飯 然後吃一次飯造像 集體造合照 All look gloom 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憂鬱 表情不好 Photographer tried several jokes to lighten the mood But non-work 攝影師 花了很多時間 講笑話 都沒笑 Finally inspiration hit 然後就 Just say fees 這樣 因為律師愛錢啊 這就是費用這樣 在台灣講得含蓄一點啊 就要請款 我以前這個 修房子 修房子呢 講說在怎麼先付定金 先付多少錢 百分之三十 以後工程沒完成哪個部分 回來跟我請款這樣 後來我就很怕聽到請款這兩個字 因為房子修好了沒 沒修好 但他就來請款 因為工人要錢 然後他就告訴你 現在工人一出來 每天就兩千塊 而且是給現金的這樣 所以修個房子 不容易的 好 這是律師的部分 220誰 那我的其他講義在哪裡 在這裡 好 那舉了幾個例子以後 他是這樣分析的 因為我們這是幽默社會學 不是講笑話而已 所以大部分課程其實不好笑 因為大部分課程都是在社會學的部分 他發現呢 美國跟歐洲的差異呢 是法律的和律師在美國社會 跟在美國的政治中 都比歐洲有更重要的顯著性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 我們的總統已經連著兩任是法律系的人 連著兩任是台大法律系的人 第二 美國比歐洲有更高層次的競爭跟個人主義 我們通常把歐美歐美一路一起看待 這個你將有機會 美國歐洲去過 你發現那真的是不太一樣的社會 就像外國人 把亞洲人一起看待 那我們就身為亞洲人會覺得 這內部也差很多 台灣南北就差很多了 還不要講亞洲人 好 那西歐跟北歐呢 法律跟律師都是日常生活的現象 法律只是政客 福利機構跟民怨調查官 跟仲裁者的事情 是另外一個正常的行業 可是在美國呢 法律是解決人民日常生活衝突所依賴的重要制度 所以美國人爛送啦 然後什麼 然後這個美國有陪審團制度 讓法律的事情變成某種程度的演繹事業 像某些大案件的時候 像以前辛普森殺妻案 幾乎美國的民眾呢 幾乎像看連續劇一樣的看那個 這是很確定 然後李昌玉 李昌玉這個叫 他叫什麼 他不是檢察官 他不是律師 他是叫什麼 專家啦 我們就這樣講 意思是想不到那個字 他最後還作證啊 說他們當初警方查到那個手套 那個辛普森根本就戴不進去 所以根本就不是辛普森的手套 聽說他對於那個辛普森解脫 那個解脫的案子有很大的功勞 但是大部分人都認為是辛普森殺的 到現在為止 大部分美國民眾還是認為是他殺的 只是法律證據不足以證明是他殺的 所以你念法律到現在台灣也是一樣啊 那你慢慢會了解法律跟正義的關聯 越來越少 大一的時候 或者沒念的時候 法律跟正義是連在一塊兒 等你繼續念的時候 法律跟正義就越有 然後法律是看證據說的話 所以你證據要收集的不好 離真相就很遠 所以法律不是一個有關正義的事情 原來有關正義 後來在實踐的時候 幾乎都變成有關法律 這是有關證據的事情 證據保全不好就完蛋了 好在美國呢 法律比較強調計謀跟輸贏 而忽略結果是否公平 美國還有那個叫做協商認罪的事情 協商認罪也是 台灣現在也有 你只要污點證人你就可以沒罪 你出賣別人別人倒霉 你不用 所以大家搶著出賣別人 或者不出賣別人 你也不知道怎麼做 台灣現在很多制度都變得很奇怪 像要弄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 你以為是很民主的嗎 我在美國被兩次抽到要當陪審團 結果我都要回信 不然的話我被抓去關了 陪審團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回信後面有一條就勾 I am an alien 我是個外星人 Alien是法律名詞啦 是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可以不當陪審團 我們其他老師呢 全部把戶口簽到康乃迪克州 在紐約做事 避免的原因第一個是稅 第二個就是陪審團 陪審團很麻煩的 我一個親戚去當陪審團 在陪審團那個案子就搞了一個月 有些公司還給你錢 就是等於你留職 留薪 你可以不要去公司每天去陪審團 那有些是不準的 一個私人機構更不給你錢 然後陪審團 每天給你一個三明治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美國三明治跟台灣便當 是不能比的 熱量 卡路里 要價錢的都不能比的 有的陪審團 大案子你還不能回家 還不能看報紙 還不能跟人家談論 這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好 那他說法律是美國社會的精髓 美國律師又是美國人中的美國人 他們代表著美國社會流動的主要價值 不是靠繼承 而是靠後天努力得來的優秀 而且包含著透過合理程序 不是個人判斷來做金錢的追求 所以美國人的精髓就是律師 那律師最多的 猶太人的媽媽 特別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律師 或者是醫生 這點跟台灣的爸媽 或中國人的爸媽 或全世界很多的爸媽是沒有差別的 因為這兩種行業在社會很賺錢 當然現在因為健保制度的關係 所以好像醫生這個行業慢慢的 不是那麼的受到重視 受到重視的科別也慢慢改變 現在走醫美路線 還有以前有人做什麼 小兒科非常的忙 可是賺很多錢 尤其你在地方開業的話 你做那個以前是做外科 是你表示你手很巧 就在他們醫學細學裡面 是天下最聰明的人是學外科的 現在外科也都找不到太多人可以做 現在外科基本上是操作機械 現在好多機械非常精密 是醫生就學會像玩電動一樣 操作機械這樣 所以外科人也很少 那有一陣子聽說眼科人很多 第一個眼科大概不太會死人 頂多瞎掉不會死人 所以就是他們有討論到這醫療行業 特別醫學裡面那個 什麼樣的科目人越來越多 婦產科不太有人做 因為婦產科很辛苦 賺錢確實很多但很辛苦 還有現在醫療 因為有醫療糾紛越來越多 很多醫生對於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不滿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其實有人就建議啊 你醫生就跟卡車司機一樣嘛 你就捐一筆錢 醫療修紛就那個基金來付給人家嘛 也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啊 醫師就非常生氣的覺得 你們拿我們跟卡車司機比 所以這也是一個自尊的問題 好所以美國主義的精神 就是法律契約跟競爭 那美國律師消化的社會背景是因為 長久以來美國社會關係 被簡化成法律關係 信任跟非正式的協定變成了契約 像美國加州離婚非常的容易 美國加州的離婚就是某個 就是有一些社會團體希望能夠達到的 伴侶關係的那個樣子 他離婚只要一方就可以離婚了 結婚要雙方 離婚只要一方 這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家庭制度的解體 尤其在台灣的某些宗教團體 和某些對家庭價值比較眾生 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行的 可是沒有立委是連署這個的 我天看到那個提倡婚姻平權立委 出來喊冤說 從來沒有人提這個啊 立法院沒有人提這個 立法院提那個婚姻平權 據說只有22個立委連署 其他兩種在社會團體提倡的 沒有一個立法委員敢連署啊 可是現在提出來的意見 不是立法委員的意見 像提出來常常就是夾雜的 你好像說立法通過台灣就亂了 沒有啊那立法人更沒連署 這不可能會亂啊 完全不了解 有些是社會團體自己提出來的 那就像你隔壁有一個人放個屁 你要覺得全台灣都會臭嗎 這樣比喻不太好了 意思說那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還沒有到立法院的層次 那到立法院的層次 目前據說只是婚姻平權的問題 要把什麼男女改成雙方嘛 把什麼夫妻改成配偶嘛 好像是這樣 那這樣子很多人都已經不行了 你想要往前面的更難 美國的那個加州離婚 很簡單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所有的財產分辦 不管誰對誰錯 第二個就是一方覺得不爽就離婚了 好經過三個月 他寄個通知給你 三個月自動生效這樣 然後簡稱No fault離婚 不需要任何人犯錯 現在要判決離婚 協議離婚都要找到離婚的理由 在美國加州是不需要理由的 這個確實很先進 但是也造成離婚非常的高 離婚率非常的高 那也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婚前協議的問題 如果看美國電影 他們常會告訴你 尤其那種跟有錢人結婚 通常都要簽婚前協議書 就是到時候離婚 你拿不到他的財產的 所以婚姻就跟這個婚姻愛情跟這個金錢 就要某種程度的借著法律關係 給劃清這樣 最近不是有一個人 一個華裔女子嗎 跟這個Murdoch離婚嗎 說他大概拿不到多少錢這樣 他說 哎呀就算他拿不到的錢 也比你的錢多 他拿不到Murdoch一半的錢 但他可以拿到什麼 子女的撫養權什麼什麼什麼 還是有錢 但不是那一半 那些人 九牛一毛就已經不得了了 那個以前我學到一句話 據說是北京人說的話 叫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就算是駱駝死了 都還比馬大 你想住在地堡的人哪一天失業了 都比你有錢了 所以地堡的風水一定很不好 我們要繼續散播這個要求 說地堡風水不好 然後馬上變國民住宅 你看吧多少人被抓了 多少人那個這樣 然後馬上變國民住宅 你就可以搬進去 別忘了替老師買一戶 好叫地堡 你看那個名字 這是取的 住在那裡 你不覺得很無辜嗎 大部分都是菲律賓女傭在住 我看了有一次介紹 那菲律賓女傭還住在一個小房間裡 還穿著那個仆人的服裝 真的假的 這邊記者去採訪 然後那菲律賓女傭還請兩個 外籍女傭 不應該講菲律賓 外籍女傭 然後呢睡上下鋪耶 就主人大部分時間不在耶 他要服侍的就是主人的狗耶 我覺得這電影台灣拍不出來嗎 一定要爸媽不在家 讓新加坡那些人那麼囂張嗎 五十屆呢開什麼玩笑 這一定要登出來 這要替台灣生一口氣這樣 你當然找某個導演 他一定是拍不出來的 他現在長鏡頭 所以你看不出來他在幹什麼 但是有些導演就可以拍出這個來啊 爸媽不在家算什麼呢 菲翁跟他的狗 不是外菲翁 這一定要想要好一點的名字這樣 對不起目前沒想出來 臥虎藏狗嗎 也不對對不起 人到這個晚餐階段 血糖太低的時候不適合想太多 好 所以那個美國律師笑話是因為 美國的社會關係的關係 那歐洲呢你看他說1960年代 美國有關波蘭人跟意大人的愚蠢笑話 跟黃色笑話持續了約30年 愚蠢笑話傳到英國跟法國 分別適用到荷蘭人的比例身上 就轉了 笑話的那個形式是一樣 然後那個主人公就轉了 那黃色笑話就沒有被接受 有趣吧 不是所有笑話都有這種全球化的傳播的笑話 18世紀到19世紀 英國有一波有關尖巧出個來人的笑話 這跟英國商業跟工業革命造成的經濟競爭的後果是有關係的 同樣的在歐洲有關猶太人的笑話 把猶太人從事金融業而非製造業 就他們是寄生族群的標誌 反猶太的事情只是到了納粹達到高峰 在納粹之前歐洲就弥漫著反猶太的氣氛 尤其他們從事金融業不從事生產業 在台灣現在你看 聰明的人都去念金融有關的行業 都不做生產的行業 台灣的傳產業在台灣越來越視為 有誰願意去種稻 有誰願意種傳產業 沒有人做這個的結果 大家都去做那個服務業 那你倒是要服務誰啊 台灣的農學院 台大農學院 就慢慢慢慢都改成生物資源與什麼系 聽起來完全跟農沒什麼關係 有的WTO靠進口 台灣的稻米不是很不錯嗎 上次有人解釋給我聽 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糧食體系運作的關係 跟這個大農場 跟孟三都什麼東西都有關係 好接下來呢 就是共產黨統治之間 東歐跟蘇聯有很多愚蠢黨官的笑話 在各個文化裡面 尤其是集權社會 這種愚蠢黨官的笑話都非常的多了 好你看226月有一個我個人非常欣賞的一個 這種很短的笑話 他說What is May 1 第三段 5月1號是什麼日子 他說社會主義的愚人節 5月1號是勞動節 不是嗎 勞工神聖 共產黨把這個勞工講得非常非常的高級這樣 全世界大概只有在共產主義盛行的時候 勞工是受到重視的 在資本主義裡面 勞工根本不受到重視啊 完全不受到重視啊 這個是完全不需要講的 所以台灣還慶祝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 原來是共產國際的節日 你到美國去念書 像我一樣的話 到美國念書第一個碰到的節日 9月的第一個禮拜一吧 一個long weekend 就叫labor day weekend 然後我馬上就說 不對啊 labor day不是5月1號嗎 不是 在美國是9月的第一個禮拜 在禮拜一 美國的節日都在禮拜一個禮拜五 好像是這樣 為了湊三天 連華盛頓生日每一年都不一樣 這是最酷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看到美國 華盛頓生日每年不一樣 都在禮拜五 我說蛤 你能想像我的生日在每年的禮拜五嗎 還好我不是華盛頓 不然華盛頓一定很困擾 每年就到禮拜那天禮拜五才能吃到蛋糕 要不然就早了 要不然就晚了這樣 好酷 我覺得美國人真的很務實你知道嗎 每一個月一定有一個long weekend 三天的假期 台灣呢就麻煩了對不對 放假 然後排在哪裡 要不要補假 誰欠你的要補假 好女娲補天喔 然後今年的過年非常慘 聽說放不到一個禮拜 這個對於那種放過九天 放過什麼的呢 今年過年竟然放不到一個禮拜 你不會覺得那個 那種假乾脆不放算了 我還給你 好不好 你在什麼地方補給我這樣 聽說這個 很多人排課呢 非常有老謀生算的 是先看放假日 再決定排課的日期 我現在都已經笨到不做這種事 不然的話 放到很爽你知道嗎 基本上不用上課啊 以前還有那種大專生 要先上成功禮那個 十月基本上就沒有課啊 然後就只有八個禮拜 八週啊一個學期 一樣賺錢啊 然後那時候男生成功禮 還沒下來 女生也不能上課啊 所以大一女生 基本上到十月才上課 那家賢賢沒事這樣 就把頭髮留長 這樣看起來比較像大一學生 這是我們的時代 完全想不出為什麼 那大部分人都在九月就開學了 那大學那個大一學生十月才開學 那開學一日就開始放假 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各位啊 你們要恨自己生的太晚了 那要很多其他的鐵木笑話了 我就不說了 那最後 這張的最後 在 不也不是最後 對不起我拿獎勵拿太少了 227月啊 他就在分析啊 這個圖表非常好的分析啊 社會自從社會秩序 跟主要機構的笑話主題 跟主要機構的笑話對象 美國跟蘇聯的差別 美國呢是密集經濟競爭 蘇聯是社會主義壟斷 那現在沒有了 那是那個時代 美國是靠 蘇聯是靠中央計劃的 美國是完全靠這個自由經濟的 然後呢主要的結構 美國主要的架構是法律跟契約 那主要架構是由黨領導 然後呢主要的這個笑話主題 美國當然就是奸巧 律師 奸巧 蘇聯呢當然就是黨官呢愚笨 這好像沒有別的選擇 然後呢主要機構的笑話講是律師 那蘇聯就黨領導 黨官 台灣意識形態家都笨到不行 你只有靠這種方式發洩他的怨氣 那台灣在這裡呢 又像是某種程度的蘇聯 又像是某種程度的美國這樣 所以我們就借在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第三 第三現象 台灣某種程度是一個例外主義這樣 很多事情很例外 而且奇特的例外 我們雖然很自豪我們是自由民主這樣 可是那種自由民主又跟美國不太一樣 又跟歐洲不太一樣 又跟日本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自由民主 我一直到了國外以後才發現 喔原來民主可以有很多樣子 我一直認為民主就是美國那樣的 然後我認為所有的國家都那樣 發現美國也是個例外 全世界幾乎沒有像他們那樣的國家 民主制度也不一樣 他們的投票是到時候你要去登記投票 尤其那個黨的候選人 他們的黨跟我們的黨也不一樣 非常奇特 好了那有關殺死律師笑話的評論 有人說這個律師笑話太多了 對律師那麼敵意 哎呀這樣對社會風氣不好 這在台灣一定有人這樣講 一定有人出來反對某種類型的笑話 因為這樣對社會風氣不好 我們對於這種社會風氣不好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一個 可以出來幹嘛的理由 那為什麼沒有一個對社會風氣好 你出來做啊 我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觀點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認為社會風氣 在某些人眼中從來沒好過 我認為知識分子有一隻邪惡的眼睛 永遠看不慣當代 孔子看不慣他那個時代 任何知識分子都看不慣他那個時代 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的特色 可是那個時代其他人都這樣活過來 你注意一下這問題 我也很困擾 這問題坦白說我非常困擾 國會亡 社會好像從來都在運行不會毀滅 社會道德在敗壞 反正它有一個奇怪的機制 會讓社會所謂存在 社會不會亡沒有叫亡社會 除非哪一天隕石撞地球 那當然就全部人都玩 不然的話我那天看了那個電影 叫Battleship 哇靠連外星人那麼厲害的 美國海軍跟日本聯合起來 都可以把外星人給幹掉 這實在太酷了這樣 我剛才看到電影剛開始的時候 我想這還什麼好演的 外星人那麼厲害 你還去打他幹什麼 結果竟然還能演到最後 真的還能演到最後 佩服到美國人佩服到不行這樣 我要是看到外星人 我大概只有兩條路 一條是嗨 第二條是說kill me 變宰我這樣 Either way這樣 你看到外星人你還想活下去嗎 那不很艱苦嗎 那個外星 萬一是那種異形 光那個口水流在你身上 你就覺得噁心到死 你知道嗎 自己心臟就停止跳動我覺得 我啦 你們大概還可以活下來 你們這個時代的人比較特別 好沙士律師笑話 有人說強調律師該死啊 或該慘死啊 或是不該有人阻止他們死亡啊 你看這個有多恨他們 可是這類笑話 並沒有人威脅 律師的生命或福利的發生 美國人呢 因為這宗教的關係 對於墮胎這件事情 強烈到讓我們很多人不可想像 在有一個年代 我去念書呢 80年代之前 美國呢 一般老百姓喔 信教很虔誠的人喔 會拿著炸彈去炸那個墮胎診所 這對我們來講不可思議啊 這國家不是很民主嗎 能不能墮胎這事情 不是可以靠法律解決嗎 幹嘛要擺炸彈呢 喔 所以那個墮胎診所 常常有這個炸彈的威脅 或真的就發生 這個覺得不可思議 美國人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但是呢 律師就沒有發生過這樣 從來沒有個律師事務所被人家炸過 你再多這種恐怖這個對律師不滿笑話 從來沒有律師生命被威脅過 因為這樣的笑話 沒有 所以這個是對於 笑話是不是真的會導致某種行為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反證 就像有人會說 什麼東西怎麼樣呢 像多元家庭的 有些人顧慮 這個萬一怎麼樣呢 這個台灣社會風景又怎樣 不會怎樣的啦 你放心好了 現在沒有通姦沒有合法化 或通姦沒有處罪化 不一堆人在通姦 一堆人還不是一樣處罪 只是有些大老婆還可以告一告 然後有些人會很糗的上一下報紙 然後會被你這樣 那個老師我認識這樣 某某系孫姓老師 這樣對不對 你馬上就會先想到我嘛 對不對 雖然姓孫的那麼多啦 你可以想很多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先想到我這樣 好 這個薩斯律師叫吧 How do you stop a lawyer from drowning 你怎麼樣可以讓一個律師 不要淹死 Shoot him before he hit the water 不讓他淹死的地方 就這樣打死他這樣 反正要他死這樣 這很慘的耶 這個 非常那個黑色的幽默 What is ideal weight for a lawyer 律師最理想的身材是什麼 About three pounds Including the urn 這weight就是他的骨灰的 Urn是他的骨灰痰 大概三磅左右 如果把那個骨灰痰也算上的話 所以他ideal weight 是他燒成灰以後 這都好狠好狠的話 你知道嗎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lawyer and an onion 啊 律師拿來跟那個洋蔥來比 對啊 You cry when you cut them Cut up an onion 這還講說你至少你在切洋蔥的時候 你還會流淚 律師你不會流淚 你把他大鞋八塊你都不會流淚 哇這真的狠狠啊 要是哪一天就說 孫老師跟洋蔥有什麼差別 你就可以用這個 你切洋蔥的時候會流淚 你切孫老師的時候 你只會大笑這樣 How many lawyer does it take to roof a house 去房子裝屋頂 Depends on how thin you slice them 這就雙關語啦 要多少個律師才能裝好屋頂 那這個譬如說用律師的肉 他說看你用律師肉你切多薄嗎 這幹嘛呀這賣早餐嗎 賣火鍋料嗎 不是聽說現在火鍋原料上漲嗎 所以很多人到這個火鍋店去吃火鍋 那個肉呢說薄的像什麼一樣 這可見我們的切的技術非常好 應該這樣想懂嗎 不要認為你吃到肉就吃得少 吃得少你的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就小啊 他就為你著想 這為國家整個衛生福利著想 你們這些都不懂 一定要吃到那肉覺得有那個腳感這樣 千萬別這樣 至少你活到我的年紀的時候 你會比我健康 如果你常吃這種很薄很薄很薄的肉 懂嗎 你就不用像孫老師啊 花很多錢 說什麼 有某一個地方的人 花10%的錢養生 然後花百分之多少錢去看病 花百分之多少錢的錢 越來越多 然後去住院 他說真正該花的錢 你應該花住院那個比例的錢來養生 這樣你後來只要花百分之一的錢住院就好 或者你根本就不用住院 所以你的投資策略完全錯誤這樣 這個我猜是養生的單位告訴你的 How many lawyers does it take to stop a moving bus? Never enough 一個bus要殺死殺不住了 要幾個律師才能堵住他 意思要把他律師去 這個 這個都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If I had but one life to give for my country It would be a lawyer's 前面講的好像他對國家要奉獻生命 他不是 如果要為國家犧牲生命的話 我願意奉上一個律師的生命 所以不是奉上自己的生命 好啦 所以這個 這種笑話呢如果主要改成猶太人 這個笑話就完蛋了 因為美國猶太人非常團結 不像這個某些民族 什麼叫某些民族呢 這個是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跑去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是美國人一般老百姓 對於外國學生在美國照顧的單位 那個單位呢 李安一定也去過 我覺得好像有在那邊看過他 我跟他差不多同時間在美國留學 他的第一部學生導演的電影 我是評論人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他 因為我的朋友在報社做事 他就問我說 禮拜六有沒有空啊 來看電影 我就傻傻去看電影 我很愛看電影 就看的是李安的畢業影片 叫做Find Line這樣 我到現在都記得 看完他說你有什麼感想啊 我就 我真的很愛講 就講 講了以後聽說第二天就登在報紙上 當地的報紙 然後就是給我一個title 叫影評家孫中興這樣 所以我可能真的是 李安電影的第一個影評人 如果家有機會見到他 我一定要告訴他這件事情這樣 他一定會很謙虛的說 你評得真好啊 希望你下次能來參加金馬獎 好 那是 為什麼要把他講這個事啊 你看血糖太低的結果 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那最後的結論了 228頁 消化 細虐攻擊 可是並不造成攻擊 所以消化的攻擊性在於聲調跟脈絡 不在於內容 所以這是他的那個 喔 講到那個美國 美國猶太人 對不起 這要把那個故事講 我在那裡呢就碰到一個 美國老太婆 願意糾正我的發音 我的發音第一個就是shit跟shit 這兩個字我不會發 我唸出來都一樣 所以買床單我就很辛苦這樣 長音跟短音的問題 我到現在還非常那個 結果他就 我有天就 我們就聊天 我就跟他講說 聽說有這個猶太人被屠殺的件事情 他什麼是聽說 那是歷史事實 哇整個人又變了 你知道嗎 好像一副那種 你不要在外面聽 新納粹人亂講什麼 沒有屠殺的聲音 那是一定有的 我的青年就 就這樣 我就講完覺得 哇這不能碰耶 你知道嗎 那一碰毛就起來 你知道嗎 你有聽過幾次 什麼講南京大屠殺的事情 是這樣子的嗎 我有一次還在台灣看到一本書 說南京沒有大屠殺 那時候國民黨宣傳 那個就是日本兵去殺 逃到老百姓中間的那個 國民黨軍隊啊 看完以後這樣 這本書竟然在台灣出版 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 也許沒人看那本書 我看完以後 我覺得全身不自在 當然這種屠殺的問題 是歷史的那個 但是我在我那個時代念書 這種歷史教訓是要記住的 這種歷史教訓要記住 那跟德國人 我上次也講過好多次 德國人更奇怪 他們的歷史教育是 要讓你記住屠殺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樣才不會再發生 我說我不認為不會再發生 我認為記住還是會發生 你看那個新納粹黨在東德 不是這樣會發生嗎 我不認為人靠著這種 靠著這種教育 可以抿除人對人的殘忍 我不認為 雖然 雖然我不知道該怎麼想啦 但是至少這我碰到 有時候讓我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我到德國去他們問我說 你要不要去參觀集中營 我說我不要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會感受到那種 我全身不自在 我連想到集中營 我都全身不自在 更不要講那種 我到現在為止 我不能看辛德勒名單 我完全不能看任何屠殺電影 或納粹電影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後來完全不能看 我那種切身之痛 那種感受很強烈 你知道我最強烈是什麼嗎 就像你們想到一個粉筆畫黑板的 很糟糕的聲音 我能一想到我全身會累 如果有人手被刀割到 或者被那個指割到 我都全身會發動 所以你想我能到集中營嗎 我完全沒辦法去集中營 我說為什麼 德國柏林的車站都寫 到哪個集中營幾公里 到哪個集中營幾公里 這樣 我看上去好難過好難過好難過 這樣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大家記住 就不會再發生 希望如此 不然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 好啦 那那個另外那個 別講了 下禮拜再說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要繼續上的課 進度有一點點落後 那因為這個是 有些課講的太細 那接下來我們連今天還有五個禮拜 然後就五個禮拜中間 還要包含一個禮拜是笑話大賽 那今天助理有提到 笑話大賽要不要錄影 我想為了避免麻煩 因為要錄影要簽什麼同意書 我們笑話大賽那天就不錄影 Blue Monday Blue 所以就不錄影 你們就把你們的笑話大賽的冠軍找來 不要所有人找來都同一個人 那他當然就是當然的冠軍 我們連比都不比比這樣 好 所以這個 希望那天 那天花的時間也不會很長啦 其他時間還上課 就那個笑話大賽完畢以後 我們要繼續上課 所以笑話的當時是不錄影的 那接下來時間 因為我猜測你們也沒好好準備啊 那你們四個人四個人一組 大概就十五組左右 大概每一個人講個三分鐘笑話 一堂課大概就可以結束了 那笑話都不會太長的啦 而且很多人的笑話 你放心好 都是我們聽過的 所以你不會有太多壓抑的地方 好 那回到我們上課 上次講到的是 有關律師的笑話 那律師笑話分析過 這個律師笑話雖然比較多 具有攻擊性 但是並沒有大規模的屠殺律師的事情發生 沒有 這只是發洩了一些人對律師的不滿 所以從笑話要到行為 其實是有一段還蠻長的距離 那有些人甚至認為 這個笑話可以舒緩那種敵意 讓你的生活更容易過去 所以笑話某種程度呢 是應該被鼓勵的 因為他不會把你的怨恨 直接化為行動 而是化為言語 然後在言語呢 就已經緩衝了很多的情況這樣 那這個Gallanter在2008年 這228也的講義 那他說 過去笑話比較 當今律師笑話 包含了更多公開的 具有攻擊性敵意的內涵 那美國律師人數呢 也會成長 從1960年大概28萬人 成長到現在超過100萬人 大概不到5倍 3倍多 4倍 不到4倍 那他認為在1980年以前 有關律師笑話 大多是屬於 大多是屬於所謂的 笑話的永恆核心 套在律師上來 天花亂墜的說詞啦 詐騙客戶啦 挑起衝突啦 跟魔鬼結盟啦 或妥協正義 這在很多電影裡面 世界各國的電影 有關律師電影 或者連續劇 大概都是這樣的主題 老師最近在看legal high 這樣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東西 好 那心境增加某些主題 譬如道德缺陷啦 被派 被棄信賴啦 被譴責對象 以及非 除之不快的眾所 眾望所歸的候選人 那他認為 律師笑話 不應該被當成 直接反映人們 跟律師相處的經驗 應該被當成人們 投射 對於法律跟律師 在情感跟判斷 和焦慮的這種螢幕 好 那他就分成 天花亂墜的說詞 尤其律師的變才無礙這點 那跟正義 已經沒什麼太大關係了 很多沒有學法律的人 或高中要念法律系 有些人強調的就是希望 能夠伸張社會的正義 你要伸張正義 最快的就是看那個 正義的錄影帶嘛 對不對 然後告訴你 錢買不到的事 那時候我最誇張的就是 錢買不到的事 很多人跑去聽演講這樣 我說錢買不到的事情 那花了多少錢 請他來講 這錢買不到的事情 如果他來的是義務的 那我真的知道 錢買不到的事情 是他的奉行 如果他來了要吃五星級飯店 然後還要來回 投等艙機票 錢買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糊弄大家的 因為他是靠錢來的 那這個去聽演講的同學 就非常生氣我這種說法 覺得我玷污了別人 當然也有人告訴我說 孫老師你可以把你的課 改成是那種像正義那樣的課 我說我沒辦法 第一個我穿著沒辦法那樣 第二個我沒那麼瘦 第三個我的學生 大概不會問問題 人家那個都有安排好問問題 三機作業開玩笑 怎麼可能 我大概不太可能 我的課 然後這類故事從1870年開始流傳 經常被受到某位大律師的意識 這個是這種律師笑話的一個源起 那這個229月這邊有個笑話 我就不說了這樣 這個笑話只有在美國流傳 英國並沒有這樣的笑話 澳洲有一個略微不同的版本 在結尾的時候說答案應該是4 但是應該還要徵詢專家的意見 這是講這個 我還是把這笑話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講到我們社會學家 他說 The search committee is interviewing the free finalist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versity 大學的校長林選委員會 就是面談了三個最後名單上的三個人 一個是數學家 一個是社會學家 跟一個律師 這反映出一般社會對這三種職業的 三種人的一種刻板印象 The mathematician is ushered in first 先找了這個數學家進來 The committee members peppered him with questions about his views on the 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financial prospects and his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問他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現在正式的也差不多這樣問 問他對於高等教育的看法 對於大學財務狀況的看法 以及他的領導能力 那just as he is about to leave 他剛要離開的時候 A previously silent elderly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ask 有一個老者 委員會裡面的老先生就問他 Excuse me sir But can you tell us how much is two and two 問他一個激進白癡的問題 對不起啊先生 我想請問你一下 二跟二在一起是多少 Well systemist petition This is really a complex question 對數學家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But for present purpose purposes 不過為了現在這樣的場合 We can say that if you take an abstract 2 and add another abstract 2 You get an abstract 4 我們就抽象來說 如果抽象2加上抽象2 那就得到一個抽象的4 這是數學家答案 The next candidate is a sociologist 另外一個是社會學家 And after he is quizzed on his views about administering the university Just as he is about to leave The same committee member pipes up with the same question How much is two and two 同樣的問題 二加二是多少 問這個社會學家 After pondering for a moment 他想了一下 The sociologist's response That is an empirical question That requires very careful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But roughly the range is from 3 to 5 With the mean of about 4 社會學家顯然是統計 他說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 需要好好的收集資料跟分析 大致來講呢 這個範圍在3跟5之間 平均數大概是4 所以要是這樣講 After he leaves The lawyer enters And his question about his views at great length 他的想法 大家就問得很詳細 Just as he turns to leave And opens the door for the committee room The elderly member manages to say Excuse me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is two and two The lawyer stops in his tracks Close the door Turns and slowly approach committee 這律師做法不一樣 他就先把 Stop his tracks 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然後就把門關了 然後呢 走向了這個委員會的 所有的委員 然後呢 就很 In a soft voice he asks 第一聲的問說 How much do you want it to be 你希望是多少呢 律師是靠講價 這是一個美國律師的笑話 在下課之前 我要講一個類似的故事 我這個人呢 有點搞怪 偶爾呢 會擔任某些委員會的委員 我擔任過 碩士班委員會委員 或者高中生 要進大學的 真事的委員 大家對於高中生 真事呢 都有很大的這個期待 因為想打破這個考試制度 可是呢大部分人呢 又把這個整個這個口試呢 面試呢 當成另外一種考試 所以那個並沒有改變這個 口試的本質 我們 中文或台灣人 大概不太會口試 因為這不是我們文化傳統 我們是跟西方人學的 那西方人做這個呢 他很自在 我們做就很不自在 做完了 還是等於是另外一個分數 所以你們都把它當成考試來準備 好 結果呢 那一年我就福智新寧做了一件 我總共做過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是委員會的人 然後我年紀比較大 有的時候我就變成委員會的召集人 有一年我就說 好 那我先來打破學生的那個 你們每次來真事入學 常常就是 像錄音機一樣 早就被老師準備好了 你們一進來 然後我們問你一個問題 通常也都是你考古題裡面的問題 然後那個學生你就好像聽到的 以前傳統的錄音機 按上一聲 然後就眼睛一翻 就開始說 那是這樣子 然後在三分鐘之內 真的標標準的 把所有的問題回答完 三分鐘之內 這顯然是經過訓練 而且訓練不只一次 不然怎麼可能在一個問題 在三分鐘內回答完呢 所以有一天我為了要防止這樣問題 我在沒有經過任何老師的同意之下 沒有 我就問了一個 一進來他們問一個問題 我說我是 召集人 這位是某某老師 這位是某某老師 我都通常介紹一下 希望消除他們緊張 有一個人呢 穿著毛衣來 然後全身冒汗 我說你把毛衣先脫了吧 老師我不用 看你冒汗我都緊張 到時候我都問不出問題來 後來他終於把那毛衣脫了 這個人現在也當上了老師 我記得很清楚 Anyway 我就問他 這當然不是同一個故事 我就問說 第一個問題不算分數 請問你今天來台大看到了什麼 我的其他委員都嚇著說 這不是不定的問題啊 我以為他上網去講 我說不算分啊 我已經先講了 我只問你說 你今天從家裡來台大 你看到什麼 我希望打破學生的 那種準備好的東西這樣 結果大部分人都說 看到了你們有很多腳踏車 我說好 那我們開始第一個問題 我沒有針對他的答案做任何那個 有一個傢伙更厲害 他說我今天早上來呢 坐我爸的車來 我一直低著頭沒看到任何東西 我也說好 這個反正都不是我評分的那樣 最後的評分是三眼 然後另外一次呢 我就把這個問題擺在最後面 大家都問完問題了 他也覺得回答完了 鬆一口氣了 我的同學帶你走之前 問你一個不算分數的問題 我想請問你 摩娜麗莎為什麼微笑 你有什麼看法 學生就整個人就嚇住了這樣 然後我們的口試委員 全部也嚇住了說 蘇老師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好有趣喔這樣 這終於是口試裡面最有趣 不然我們一天要口試很多人 口試到後來你都疲乏了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那個後來學生回答完了 我說好謝謝你不算分 真不算分 我再度強調不算分 隨便你回答什麼都不算分 他就走了 走了之後 口試委員就問我說 蘇老師那答案是什麼 我這問題沒答案啊 你為什麼會覺得這問題有答案呢 不算分嘛 我也不會因為對你的回答比較有趣 我就分數給你高一點這樣 我不會我真心想要會你知道 如果這個社會系的入學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的話 我不問別的問題 我只要問你這個問題 請問摩拉伊莎為什麼微笑 你15分鐘給我回答 我看你能想到什麼 就是你們的作業啊 一個學校需要什麼樣的學生 我覺得這一點呢是跟我們在台灣看法不一樣 美國老師呢 這是我非常佩服美國對於老師的尊重 美國老師看中的是學生的潛力 潛力就是說你相信他做得到 給予適當的教育你做得到 這最好的學校是這樣做的 而不是看你的實力 實力就是說你英文現在有多好啦 什麼東西有多好啦 什麼東西有多好啦 那你來念書 那你還要口試幹什麼呢 看書面資料你就知道誰可以錄取 誰不可以錄取嘛 口試的目的就是要挖掘這種人嘛 你知道你大學學了很多 大學之前學了很多東西是沒有用的啊 你的英文能力 你只要認識ABC 然後你有基本的英文能力都可以再進步的 你知道嗎 你的一托福不必要考滿分 你一樣可以到美國去念書啊 因為很多美國老師知道 托福成績是為了讓你在美國能夠生活 所有人都知道 你到了美國一定能生活 你托福在那也能生活 所以托福成績高跟低沒有太大 用處的 就像台灣 有些外籍生我現在在台灣 要來台灣念書 我從來都不在乎他們的中文程度有多好 因為那都會進步的 都會進步的 那你學過語言你就知道 你現在不好 他來了就會好 你再給他適當的環境 那一定好到進步是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要他現在就很好 除非你要聘請老師 你要的是學生 你要一個可訓練的學生 我覺得大家缺少這種認識 所以我們在台灣呢 你進了台大以後 那些學生後來表現真的有很好嗎 沒有啊 那天以前的衛生署長楊智良說 台大應該向社會道歉 因為我們的官員超過50%以上是台大 結果把台灣社會搞成這樣 好 那那個律師笑話的第三個部分是激起衝突 激起衝突呢 這個 這個笑話是這樣講的 就三個人 一個醫生 一個律師 一個工程師 有一次在晚宴上碰到 他們就來爭論誰的職業 誰的這個行是歷史最悠久 然後這個 醫生就說了 說聖經上說 下巴是從亞當的肋骨所造成的 那顯然呢 這個需要一個手術的程序 那 醫生應該就是最早的 結果 工程師這麼說 他說是啦 沒錯啦 但是呢 在這個創造世界的混亂之前 一定有一個人 啊 要出來這個 創造這個 從混亂中創造世界 可見工程師是最早的 哪一律師就這樣 嗯 深思疏於說 可是那個混亂是誰造成的 啊 最當初的混亂 當然就是律師最早 所以他們強調律師是製造混亂 多過於解決問題的 另外一個叫正義的公敵 傳統律師化主題是把正義實質的律師 當成正義的公敵 啊 不過這個並沒有在蓬勃發展的 校外中大量的出現 並沒有啊 那 嗯 這我就不不說了 哈 因為要有一點進度的問題 那232月這裡 他有一些新的發展 哈 說25年前寫這篇文章說是2008年 25年前大概在1970年代左右 說25年前律師校很罕見 後來呢 卻出現不少把律師當成信任的叛徒 具有道德缺陷或應受責罵的對象 數量就像傳染病一樣咒爭 以及被撲殺的候選人這樣哈 這都是律師笑話 有些是種族歧視笑話把它改一下 用在律師上面啊 這多少反映出美國律師 美國的律師受人憎恨的地步啊 的情況 那在233月有兩個笑話啊 都跟這個有關 好那234月我們現在強調解釋 怎麼去解釋這種現象 你發現了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成因是什麼 像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講到那個離婚的原因 這段被刪掉的那段 那離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不同的社會家會解釋 你從那個統計數字來看 離婚率會隨年的增加或減少 會有變化 那這些變化的原因何在 就常常不是研究的時候可以問得到的 所以那個就需要專家的一些解釋 那專家解釋可以有非常不一樣的角度這樣 那這個美國律師笑話的盛行 跟這個也有關係 你知道他盛行 但為什麼呢 一種解釋叫做惡行論 Bad Behaviour Theory 許多人認為律師笑話反映出 大眾對律師打交道的不好的經驗 然後律師笑話當然流行也不是偶然 這代表著美國生活中律師角色 所造成大多數每個民眾的焦慮跟關心 好 所以這是一個美國社會的一個特色 我上次有一次講過 在1960年代一本很暢銷的 美國社會學的一個輔助讀物 叫做Invitation to Sociology Peter Berger 所寫的 通常翻證社會學導引 大陸翻證社會學的邀請 那這Invitation of Sociology 就第一句話就是說 有關社會學家的笑話非常的少 我們那時候我在1970年代 讀這本書英文 不太懂這句話什麼意思 為什麼一開始要說有關社會學家笑話很少 就是沒有太多人注意你社會學家 沒有人關心你死活 沒有人關心你這個行業 這是我現在才了解的 那是完全讀不懂那句話 好所以這是大家笑話多 表示這個社會對這個的關心或焦慮 正面反面看那個笑話內容 第二個他是強調笑話內部的轉變 有人認為笑話會變得越來越殘酷 越來越暴力 可以反映出一般世界的殘酷跟暴力 但是這種說法他認為是有問題的 那有人認為 所以律師笑話盛行是因為少數民族或女人 或者有關殘障人的笑話被禁止 所造成的轉向 因為現在已經是政治不正確 如果你講這些人的笑話 以前這些笑話都是在這些人身上 現在全部轉過來 轉到笑話身上 然後第三個他認為 新的律師笑話轉向 將律師排除在社會之外 而不是要把他們殺光 這現在笑話有轉向 第四個部分呢 是說律師被當成是我們和和諧社會之間的障礙 律師搞的鬼 這種行業都出來 以前老子說法令之章盜賊多有 他大概就是律師之章盜賊多有 越多的律師代表著社會越混亂 可是在我們社會跟在美國都一樣啊 這種資本主義國家 法律醫學都還是堂堂的 學生希望走入的行業啊 資本主義的幾大支柱啊 就是我們現在第一志願科系啊 管理學院啊 法律啊 醫學啊 醫學好歹還有一些相對而言正面的功能 其他的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就看你怎麼去解釋 所以我們公家大學還好 我們公家大學一定有我們這種 幾乎掉車尾的科系 那個不會被刪掉 因為代表人類的最後一次希望 真的是人類最後一次希望不要小看 有人說啊我不要念人類系 我說你又不是動物 你幹嘛念人類系 你是人類你就可以不用念人類系 有時候我是這樣講的 這當然是開玩笑 有時候也說你是人類 你知道你是人類嗎 所以你應該念人類系 全台灣大全台灣 好像只有我們台大有人類系 其他都是畜生的 我覺得我要人類系的老師 我就說我們是人類那你們呢 這也蠻不錯的 不過這樣的話會被人家幹狡到死這樣 好那這個回到這裡來 剛剛那都是笑話 不太有敵意的笑話應該這樣講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的敵意的笑話 法律跟那個管理 那都是靠著資本主義滋生的 資本主義最早的時候有一個 替資本主義說話的人叫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說了一句句很有名的話 我沒注意到來源是哪裡 他說啊大家都追求私利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所謂的功利出現 因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那邊操弄 那請問歷史上 貧者越貧 負者越負是怎麼出來的 資本主義的立場的國家 都要尊重市場機制 不能夠有政府的干預 所以貧者越貧 負者越負 那個房租啊房子啊 漲到你完全買不起的地步 那他們可以不斷的買 有錢人買房子前一陣子你知道 在台灣有錢人買房子 他只要負總額的話 一百分之一他就可以買到房子 然後銀行願意貸款給他 銀行不會貸款給你的 有一個單親的女子 買一個房子被人家坑 就銀行好像就要賠他多少 三十幾萬還都 願意貸給他三十幾萬 他才三十幾萬呢 同時間那個新聞那個人是算易的耶 有時候你都希望你不要看新聞 人生脾氣會好一點 你看新聞你就覺得常常奮奮不平 以前教社會學的時候 學生常說老師我覺得你一定是個不愉快的人 我說為什麼 他常常在上課的時候都這樣批評批評 我覺得你活得很不愉快 我說同學我就是批評完了 我回家才會愉快 我還是不批評 我把這不愉快帶回家去 那我才真的不愉快 然後對我的狗說嗎 你不知道資本主義都是找找找 那我不是神經病了嗎我 所以人需要適當的發現 看你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說說我們對能撼動資本主義一根寒毛嗎 我覺得大概也不太可能 年紀越大越了解這種 有時候體制的這種無奈 還好啦我也不是在這個制度下 活得最糟糕的人了 有時候只有這樣安慰自己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 好那這個他認為 這個作者認為 對律師的敵意效果的盛行 最好的解釋叫法治論 legalization theory 反映了社會逐漸法治化 特別是反映在律師跟法律無所不在 這是非常正面光明的看法 非常正面跟光明的看法 然後當美國社會中 法律變得越來越重要 變成主要仲裁跟意義賦予的機構 他就會產生生活法治化所帶來的焦慮跟驚恐 律師無所不在能見度及重要性 都讓他們成為法治化 產生危險不適跟失望的代表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望智心切 每個社會其實都望智心切 古代呢我們就期待有包青天這樣的人出現 所以包青天的這種故事一旦出現 到現在為止 我那時代演包青天的人 後來在台灣不紅的 跑到大陸去 原班人馬加上一些其他人 繼續演包青天 剛開始我看到的時候 我不敢相信說 哎呦重播啊 哎呦不是重播耶 是重新拍的他們在青島搭那個 可見你看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一種 對於正義需求的一個市場 假托在包青天這樣身上 那中國大陸跟台灣 你看注意到沒有 律師劇還是很難出現 美國一天到晚在演律師劇 日本聯繫劇裡面律師劇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可以代表在那個地方可能法律是比較成熟或受到重視的 或者比較負面有些地方 台灣幾乎沒有律師劇啊 我們的總統好幾任都是律師了 還不演律師劇我們還等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還在那邊偶像劇這樣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種鄉圖劇這樣 我覺得沒有一個稍微切近生活一點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大家還是要攔教喊冤啦 還是那種你覺得抗議的形式或什麼都非常非常古老 不會有人會直接想到我們怎麼樣從法治來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 大家想到的都是很傳統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惜 中國大陸那就根本不用講 那個律師劇大概都拍不出來的 那個沒辦法拍嘛 你怎麼拍呢 少年還有拍 你這連拍都沒有 那另外一種是警察笑話 我覺得警察笑話非常酷這樣 我很少注意到警察笑話 那天看書看到我就把它列起來 我相信有關警察笑話非常多 在我回來教書大概20年前左右 警政署 台灣的警政署呢 發現這個笑話是個很重要 或幽默是個很重要的處理態度 所以當時有下令 新聞上有報導 下令執勤的警員 包括要偵測酒駕超速的人 在接觸民眾之前要先講一個笑話 緩和彼此的情緒 我想這個署長一定是聽了某些學者的奇怪的言論 然後沒花腦筋去想就建議的 真的他們報上討論很多 結果聽說那時候的所有的警員 都要背一本笑話手冊 然後要來你那個超速的時候 會先生說先生我先講一個笑話 政府規定我要先講一個笑話 然後你也聽完他講完三分鐘笑話 然後再開始跟你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後來這事情好像就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這樣 我覺得用意是良善的 真的 但是講笑話這點如果要那麼刻意的話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哪一天我們的總統發了風說 各位公務員我們要親民 所以呢以後每一次跟民眾接觸的時候 要先講笑話 接下來是我應行的 就參考了這個孫中興教授 所講義裡面所有的笑話 請大家再跟民眾接觸講一個笑話 我想那可能會真的搞出一個革命這樣 大家去的這四種 請問你要辦什麼 我要辦身份證 那請等一下我先講個笑話給你聽 我給我身份證 不要急 我們先講個笑話 你放輕鬆 我自己每次想到那個畫面 我都覺得 那最後可能大家就會來 在我們家丟鞋子 都是你教幽默社會學 讓我們台灣社會變成這樣這樣 什麼事情都來先講個笑話這樣 我已經期待那天會出現 這警察笑話美國發生的很有趣 而且聽說講這個笑話竟然是個警察 所以不是警察顯然覺得這個笑話 沒有污衊到他們 覺得還蠻能代表的 好 The Secret Service 加美國 這叫秘情局 秘情局 has an opening in its rank 然後開個缺 needing to recruit someone to join this who guar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是美國總統的保鏢 秘情局 很多電影都在演嘛 我至少看過兩片以上這樣 They posted notice in the bulletin for government workers 對於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 就公僕了 就真人 And soon they received three applications 你別忘了 笑話有一個三段的這種傳統 他們接到三封申請的信 One from FBI men One from an agent from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 美國ATF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情報工作 因為管的就是煙酒以及武器 And a third from Chicago City Policeman 芝加哥的警察 這三個人 Each of the three is given a qualified examination Beginning with the FBI man 他們就設了一個局 看這三個聖經者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The FBI man is given a revolver Revolver是左輪手槍 And told to go into the adjacent room 在旅館裡面 說好 你到隔壁去 那邊是有你要殺的人 And shoot whoever he finds there 你在哪開門 看到人你就殺 這是他的命令 When he has been gone only a few minutes The FBI man returns saying FBI man沒多久就回來說 You must be out of your mind 你們這些人都瘋了嗎 你們這些人 That's my wife I'm not shooting her 那是我的太太 我怎麼可以殺了她 你開什麼玩笑 FBI man就是第一這樣講 好 Fine said the examiner You must be a good family man But you are not cut out for the secret service 你是一個注重家庭的人 你是好人 但是你不適合做秘情局的工作 Next the ATF agent ATF agent Is sent in with the revolver 一樣的事情 With the same instruction To shoot whomever he finds in the next room 格殺無論 見人就殺 在隔壁房間裡 He too returns in minutes 沒幾分鐘出來了 Exclaiming 大聲喊著 That's the mother of my children You learning 你們這些神音病 這是我小孩的媽媽 就她太太的意思 好啦 Good for you said the examiner Enjoy your career in the bureau And continue in looking after your wife But we can't see you in the secret service 好密情局用不上你這種人 最後支架給警察 你看他怎麼做 The Chicago policeman is given the same test When he has been in the adjacent room for about 10 minutes 人家是幾分鐘出來 他花了10分鐘 Sounds are heard 聽到打鬥聲 The sound of struggle and muffled grounding 還有一些身影聲 A few minutes later the cop reappears 終於又再出現 Looking somewhat must and sad 看起來有點困惑 然後說 Some moron put blanks in the gun I had to strangle her 他說 不知道哪個白癡 放了空包彈在我的槍裡 所以我只好把他給lace 那是他太太 所以芝加哥警察 聽說這個笑話是芝加哥警察自己說的 在寫那本書的 他覺得說 如果這是一個侮辱警察的笑話 芝加哥警察說這個笑話之後 不會很爽 可是聽說 講這芝加哥警察講的笑話 笑得非常非常開心 表現他們芝加哥警察是六親不認 這個我覺得蠻好笑 第一次看到說笑得要死這樣 我以前在各大念的書 各大旁邊有一個賣 那種賣三明治的店 那個通常叫Deli Deli呢 就有那個三明治 他的三明治呢 都是用芝加哥 用NYPD來 有些很有名的 那個 來命名那個三明治 有的三明治當然有什麼 火腿啦 什麼的 那種ham啦 什麼什麼的這樣 結果他不是 他有一個那個三明治 很大一個 叫NYPD 有幾次我跟我太太 就order NYPD三明治這樣 第一個很長 那三明治非常長 當然也非常 也算中等價位來 五塊錢美金左右 然後包了很多東西這樣 叫NYPD 有些三明治店呢 是以電影明星的名字 來命名他們的三明治 那那個有些是經過電影明星的同意 用他們的名字 像我覺得台大 他就應該用老師的名字 來命名什麼東西啊 譬如說吃的東西啊 你像台大 的那個麥當勞舉例來講 就應該不應該一號餐二號餐啊 對不對 你就應該以校長的名字啊 例人校長的名字 你要四量餐呢 還是要四成餐呢 還是要什麼四年餐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有增加 每次你吃飯的時候 都會想到一任校長嘛 對不對 那當然那個 那個叫什麼 開放式課程第一名的老師 應該有那個當月套餐啊 對不對 我要點那個當月套餐啊 當月套餐啊 對不對 那等那一月他沒紅的時候 你就換人嘛 對不對 這樣給大家有一個意思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說 你是修那個當月套餐老師的課嗎 那今天對折 你只要修出講義 尤其當周講義 那就是對折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做生意的方法 不是嗎 這樣可以增加我上課的 我啊 穿幫了 增加我上課的人數跟那種 對不對 大家吃的時候可以吃的 比較便宜啊 對不對 這都是可以玩的事情 學校都不願意玩 我覺得很可惜 好 這是NYPD 有關警察校 那有關醫師的校話非常多 那講這個 去打獵的 我就不講了在三百 兩百三十五頁這裡 還有關數學家的校話 我上次有說過 一個學生念數學系上學期 他就教了一個 有關數學所有的校話 我真的一個都沒看懂 他寫得很認真 寫得大概二三十頁喔 我一個都沒看懂 但是我知道他很努力這樣 另外是哲學家的校話 那這些都是有職業上面 那哲學家校話 當然要你念哲學 你會享受到的快樂會比較多 不然的話 你大概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這樣 一樣 哲學數學 那最後 兩百三十頁這裡 有沒有一個綜合性的說法 就是幽默性別跟職場的關係 有一個學者 大概紐西蘭的女性學者 研究紐西蘭職場中 性別跟幽默使用的關係 特別職場中同事 共同合作建構一連串的幽默 他發現呢 他叫做接龍幽默 有些幽默你講了他還能接下去 這有時候上次不是 我講一個什麼笑話 有個同學接下去 我說哎呦 接外球你還接啊 那有些笑話不好笑了 你就停了就算了 有人很喜歡當句點王 什麼東西他一定要接過去 接過去以後就冷掉了 那他在不同機構的22場會議 參與觀察的結果 他認為呢這個職場的幽默 有以下功能 第一個娛樂 大家高高興興的 第二個建立團結感 哎呀我們都是一家人 減緩直接的命令 老闆有什麼直接命令 可以讓他批評啊 侮辱的負面影響 都可以透過幽默稍微緩解 稍微緩解緩解 緩解不是斷根 緩解也蠻重要 不要小看這個 而且呢職場中有權力的上司 可以藉由幽默來維持自己的 權威跟控制 同時又不失 具有同事情感 所以幽默的重要性在這裡 美國人對幽默是非常非常強調 所有到美國去念書做事的人 都知道你沒有幽默感 你在美國社會是一個很可怕的 就算你能力很強 你都會被描述 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所以幽默感是非常重要 在台灣呢 比較不強調幽默感 你有幽默感 反而被認為是很輕浮的人 像我就會被認為是很輕浮的人 有的時候確實也是 或是很白目的人 有時候確實也是 這也不能否認 好 但是有些同學就比較喜歡上我的課 有些人就覺得跟我在一起聊天 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我很幽默 我會開自己的玩笑 所以有人喜歡我這樣 有人就不喜歡我這樣 所以這就是 你也可以藉此篩選你的朋友 好 那他又發現 以往對於性別跟幽默關係研究 有些是強化了男女的不同 有些人研究 那就發現女性的幽默呢 多半是合作的 包容的 支持的 整合的 自發的 跟自我療癒的 有人發現女性的講話也是這樣 女人跟女人之間的講話 也是這些特質 可是男性呢 在幽默偏向排他挑戰片面 遇想跟自誇的特性 那發現 男性的之間的聊天 也大概是這種特性 這個很多研究都有 古今中外的研究都類似這樣 所以發現男女幽默相似處 多過於相亦處 有的人是這樣發現 有人覺得相亦多過相似 那真的是看研究是否 比較廣泛 他說兩性啊 而不是只有女性 在職場中都展現出支持型的幽默 那知識型的接龍幽默呢 通常有女性的參與呢 中比較常見 競爭型的接龍幽默 這在男性參與的場合中 比較常見 也就是說有女性在場的情況下 會有比較多的合作型幽默 只有男性在場 或者男性主導的時候 就會出現比較多競爭型的幽默 這跟男性的工作環境 跟他的訓練成長過程 要靠競爭可能有 比較多的關係 尤其 像我們社會裡面 男人還要當兵 那那種男性文化在軍隊裡面 那更是 要強調這種陽剛的特質 所以這個更厲害 那在美國也是一樣 有人要當兵 那就像同志呢 當兵就會被 小娘娘槍 不是爺們 什麼樣子 以前當兵要罵那個 你不是當兵的樣子 叫你死老百姓 後來老百姓抗議 所以好像也不能說你死老百姓這樣 然後在美國呢 以前的總統告訴說 Don't tell don't ask 他試著性向問題 你不能問也不必說 現在聽說有改這樣 這也是一個轉變 男性跟女性的幽默 都有建構跟強化負面的 性別刻板印象 這刻板的刻打錯了 刻板印象傾向 但是每當出現對女性 刻板印象的時候 女性常會回應跟挑戰 這種競爭型的幽默 那大部分的男生會覺得 哎呦女人現在好厲害喔這樣 那就像我那一代 碰到新舊交替 你們這個時代 我就不太知道 你們這個男女平等時代 對你們是什麼意義這樣 我們那個時代 雖然念大學的女生很多 但整個社會還是處於那種 男人是要到社會做事 女人最後還是要嫁人的 在家相夫教子的 所以我的那一代的同學 有些人做了事 有些女性 那做了事然後沒結婚的人 那個數量慢慢就出來了 比例就出來到現在 那結了婚的人 有些人就真的是做家庭主婦 不管在台灣或在美國 還有那樣的比例 現在你們結完婚以後 女性特別是 不用做事的人 大概會少之又少 尤其你假如不是嫁入豪門的話 你大概靠一個人的薪水 是非常難過活的 在台北市 所以現在女性 也不會有多少人說 我就是念完台大 我就是想做少奶奶這樣 那為什麼念完台大當少奶奶 因為我有很好的基因 我就等著那個有些人家 來找我的基因 有些人找台大女生結婚 就是因為你有比較好的基因 有些人找電影明星配種 是因為她有比較好的基因 但是要是你的基因很差 那配起來就自有公論了 我就不用講了 另外有一種人在研究 職業上的幽默 它的應對的問卷 簡稱這個QOHC 那它會有幾個問題來問 然後你回答的分數 它會來判定你的幽默想還行 這個從237頁開始 那它前面那個是問題的編號 那這個做研究 當然它就把問題編號打散 那如果是做研究的話 你會收到一個問卷 這是原來的題號 它把它分成 以前項為焦點的幽默應對 以及分成四種 以及第239頁 回應焦點幽默的應對 以及工具型幽默的應對 它這邊有一個附屬型 還有另外一型 就是工具型幽默應對 攻擊控制型 那這些指的是什麼 你只要看它的這個問題你就知道 譬如說我們的第一大類 叫做以前項為焦點的幽默應對 說當技術問題影響到我的工作 我會專注在這種情境的好笑之處 你會看怎麼會出一個疲漏呢 原來是怎樣 這就是一個你在工作上 能夠用幽默的角度來看待 你生活上 工作上的問題 238頁說我運用幽默 來緩解我對工作中情緒情境的看法 第三個部分 就是原來第八題 當我的上司批評我 我會在後來把它當笑話來看待 然後第十呢 說我能夠在緊張或者是嚴格的行動 發現好笑的事情 如果各位同學有這個才能 你要小心 你常常會被認為沒有專心聽講 明明人家在講那很嚴肅的事情 然後你就忽然間想到 哎呀這次實在太搞笑了 然後你就噗嚓忍不住笑的出來 你要是侯文勇那當然沒問題 你還可以寫本書 我就忍不住笑的出來這樣 那假如你不是侯文勇 你就很慘這樣 當我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我會應用幽默的角度來看待 當我跟同事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會應用幽默來化解這樣的情境 大部分人都會生氣啦 你要幽默真的很不容易 當我必須努力完成任務的時候 我會看到該情境中的幽默之處 我會用幽默來化解我工作上所犯的錯誤 還有我在工作上犯的錯誤 我可以一笑置之這樣 這都是測驗 用這些題目來測驗你是屬於哪一類型的 那這些題目當然也是根據你在工作中 他們發現的情況 那239月這個回應焦點幽默之外 說幽默能幫助我比較不嚴肅去和同事發生口頭爭執 這個同事不是朋友 各位媽媽你就知道同學也不是朋友 有些同學只能合作完成一個任務 有些同學甚至不能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功課 像你們要做這個笑話大賽的這個 這個之前的這個笑話比賽 我相信有些組合作起來就很痛苦的 最後可能就是某一個人在做 少數真的是可以透過合作的 這個每次的集體作業 你都可以發現這個 這提早讓你預先了解到 有的時候在這個團體裡面 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期待什麼樣的團體 然後第五題說 當我的工作讓我感到緊張的時候 我會說笑話來避免這樣的感覺 然後當我在工作碰到困難 我會用笑來化解我的煩惱也是這種 那第三種型的幽默叫做工具型幽默 應對附屬型 當一個同事的行為惹毛了我 我會用適當的笑話讓他知道這樣 然後我會用幽默來避免工作中緊張的情況發生 當一位同事生我的氣我會讓小麥 我會讓他來笑 他或他來笑來改變他的心情 假如有可能的話 我會用幽默來終結一場衝突 工具型幽默 在攻擊控制型 當一位同事惹毛了我 我會以幽默來反擊 當我在團體中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會用諷刺的語言表達我的挫折 假如我需要一位同事替我多做事 我會用幽默來完成我的想法 所以在工作中之間呢 你看這些幽默所能造成的影響 或者你是怎麼利用幽默的 可以靠著量表可以測驗出來這樣 這是學者的想法 這是哲學期新增加的講義